而且还来不及去尝试的呢 知道这并不是很困难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会简单交代一下 如何申请 那第四部分呢 讲一下如何宣传跟推广部落格 那第五部分呢 讲一下所谓Wikipedia维基百科全书 各位有听过维基百科全书的请举手 很不错 但是呢 很显然跟部落格比起来就少了很多 自己曾经在Wikipedia上面编列过条目的请举手 编过条目 或者是看人家对于 比如说有网友对于台独啦 或者是什么统一这些字眼的定力 也不高兴去吗 创改过的 这就比较少了 那Wikipedia跟这个blog应该是个兄弟关系 只是一个是一个人写 给很多人看 个人英雄主义 一个是呢 是团队合作 等一下我们时间过 我会特别介绍一下 那原则上呢 因为配合这个录影过程 我们大概五十几分钟就休息五分钟 按照学校的这个规范 我们这是三学分的课嘛 应该上五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 因为前面十节十分钟 我们看一下得奖影片 所以说等一下呢 我们大概讲五十来分钟就休息五分钟 那我们大概可以在那个九点五十的时候把课程结束 因为我们不把休息时间 就是休息时间有两段 一段十分钟 我们只休息一段五分钟 就是两次都是十分钟 我们一样休息两次 但每次只有五分钟 我们提早十分钟下课 让各位早一点回到温暖的家 好 那第一点 什么叫blog呢 我想首先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它的发音 这个O 发R的音 不是不是log的音 不是blog 是blog R的音 blog 那过去呢 我们上中学数学课 有一个数学函数叫log对不对 log是什么意思 对数 对啊 那那个log2等于多少 100log2 多少 我也忘记了 但我知道对数没有错了 好 好 那各位要记得在练blog 好 那一开始呢 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如果说把网路运用到媒体 那新闻媒体 它有这个久落的优势 网路算不算媒体 如果从我们新闻传播 从业人员角度来看 它当然算是一种媒体 但如果说你对于那些 从事资讯科技的人 或者是这个商业人士来讲 它可能不是个媒体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一个这个通讯工具 那有可能是一个商业平台 那也有可能呢 对学生来讲 有可能是这个资料库 所以说网路呢 本身扮演很多种角色 对于我们新闻传播人士来讲呢 它主要角色就是媒体 那对于这个 不是新闻传播从业人员呢 它有可能是个通讯工具 也有可能是一个商业平台 也有可能是个资料库 也有可能也是一个这个娱乐的这个玩具 那我们今天走这一行 所以说它对我们来讲 它在媒体上扮演意义比较重大 基本上把网路拿来当成媒体使用 特别是结合当代的资讯科技技术呢 它有九个优点 我们简单讲一下 第一个是参与程度很高 就是说可以双向沟通来促成互动 各位可以回忆一下 过去你对于报纸的报道不满意 你用什么方式跟报社的这个当局啊 沟通 用什么方式 写信 读着投书嘛 不外乎读着投书 打电话 那通常写进去也会不会你打电话 去可能当场敷衍你一下 因为过去我们最后一个调查嘛 虽然各个大报都有所谓的民意广场 但后来我们研究发现 那什么民意广场都是报意广场 不是民意广场 你今天 好 比如说你今天 邪丰骂这个陈梅扁总统投诉 你寄给自由时报台湾之报 他会不会登 99%不会登 不敢说百分之百 通道理 你今天邪丰投出歌颂联合报 就是歌颂这个台湾独立的 寄给联合报 他可能99%也不会登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所以说各报基本上都是报意广场 为什么 虽然变为民意广场 市场都是报意广场 基本上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 报社本来就有自己的立场 第二点呢 不要忘了 那个民意广场 或者什么读者投诉版 有很多都是报社去邀稿 一些社会名流 贤达人士来写的 那第三点呢 那些所剩的空间呢 才是让你去跟其他读者来竞争的 所以说基本上报纸虽然可以投诉 但是参与程度不高 目前国内 严格做到对于批评指教 有这个很忠实反应的 只有那一家被大家唾弃的苹果日报 被大家唾弃让很多人看的苹果日报 各位记得吗 苹果日报有一个这个部分 有一个section叫什么 叫什么 昨日的什么 昨日的错 昨日的错语批评是不是 批评 好像昨日的错语批评 就是说只有苹果日报 会在每天报纸上登出一个部分 列出读者对他的指证 而且他自己发现他自己错的地方 比如说错别字 或把人民物质这些 市场钱都没有 那电视呢 你要跟他参加互动 可能call in 或是请他管道 但是呢 成效不张 那网路呢 参与程度比较高 因为不管怎么样的网路媒体 你至少 写个email都很方便 那回不回信 又另外一回事 至少呢 留言板可以让你的留言 立即的po出来 所以 整体来讲 相对来讲 他参与程度显然是比较高的 第二点呢 讯息深度很够 什么叫讯息深度够 报纸 杂志这种平面媒体 有所谓的这个 版面的限制 那广播 电视这种电播媒体 讲错了 报纸跟杂志这种 平面媒体 有版面的限制 那广播跟电视 这种电子媒体呢 又有时段的限制 所以说不可能 毫无止境 让你把资讯做完整的表达 好 那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这个电视广告呢 关于汽车电视广告呢 可能就是拍一段 这个所谓的 唯一把幸福列为标准的 什么配备 什么什么这些广告用语 让你看到温信画面 至于呢 这个车子的详细介绍呢 可能只能留在报纸的广告 详细介绍它的驱动系统 它的这个车身结构 它的马力输出 它的省油装置等等 那网路呢 可以同时超脱 平面跟电子媒体的 这些局限 你说呢 它可以放多密集资讯 也可以放一般的文字 所以说突文并茂 那没有时段的限制 那也没有 这个版面的局限 也就是说你要在网路上 喂多少资讯 就可以喂多少 而且可以让它有声有色 用多密集方式来呈现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正常人 特别是一般网友 它的注意力 也是只有那一部分 所以说纵使网路可以容纳 无限的讯息 但是大家注意力 还是集中在首页 那个地方 所以说大家发现 这个网路广告最贵的地方 还是在各大网站的首页 一样的道理 那第三点呢 成本效益高 相对来讲 网路它的价位还算便宜 相对啦 你不要说拿最贵的网站 去比最便宜的报纸 相对来讲 这个网站的成本效益 还算是高的 而且呢 它可以公平使用 各位 尽管我们台湾目前号称 新闻百分之百完全自由 但是有没有时候 有时候发现 某个政兰或某个候选人 无法让他广告登在某个报纸 或某个电视上 对不对 有时候是出不起眼 有时候有钱 人家不让你登 但是最后网路呢 在众生面前是平等的 平等的 所以这一点也是它的好处 第四点呢 机动性家 一般来讲 要做电视广告 可能要花几个月时间去企划 报纸广告 可能要花几个礼拜 那只有网路呢 当然需要企划 但是它可以做到 早发细致 早上 把它构思 然后下午或晚上 就让它出现 临时要调整 也非常具有机动性 然后呢 重复铺路 网路上的资讯呢 可以让你一而再 再而三的读 读到你不想看为止 那有这种 重复铺路的特性呢 只有平面媒体 像报纸杂志 那电播媒体呢 像电视呢 广播是没办法 稍纵即逝 你错过了 除非你有录影 录音 不然你无法重复 接收 否则等它重播 但是网路呢 随你看 你要同一个网页 你要看一百次 你就看一百次 你看两次就看两次 所以它是可以重复铺路 据恒久性 我们知道有一句成语 叫做推陈初心 那网路的特色是不必推陈 一可初心 家里面的这个旧报纸的柜子版的 你就把旧报纸清掉 才能放新的报纸或新的杂志 通常到底 你一些录影带或DVD光碟呢 占空间你也把它丢掉 才能融入到新的嘛 但是呢 网路的特色在哪里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网路新闻媒体 它过去的旧的资讯 在网路上还是找得到 那新版的呢 一样po出来 因为这种数位资讯 是不占空间的 只要它硬碟够大 所以说你今天可以看到新资讯 市场旧资讯 还是存在这个网站上 像各位所熟知的 联合报有一个联合知识库嘛 各位是不是可以检索 几十年来的新闻 当然你要付钱啦 检索几十年来的 在座好像有人在联合报的服务 要问他一下 要不要打个折 比照学生一年收600就好 那传统的这个旗舰品 很难这样子做 只有网路呢 具有很久性 不用推陈也可初心 那第七个呢 涵盖变广 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 超越疆界 举例来讲 像总统大选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称赛品总统 他有这个 北美洲的这个什么扁扭会 那什么欧洲扁扭会 他们透过网路来互相串联 但是在实体上 他们没办法做到 没办法 那网路呢 可以跨越时空限制 这举个更明显的例子 各位知道 台北之音 它是一个这个 中低频率的这个 地方线的电台嘛 对 但它是没有网站 对不对 那你今天美国 你可以听到台北之音嘛 只要它连上网 网路一听 它网路广播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这个 传统的这种规范 就没有意义了 你定它为中低频率 只能发送在这个北部地区 事实上 它通过网路 可以把它 它节目能传送到全世界嘛 对不对 所以它涵盖变广 如果说你今天是个 全国性电台 但是你却没有 网路广播服务 也反而这个 其他地方人 听不到 所以这个是值得探讨的 涵盖变广 那区隔性家呢 这边举个例子 固然上网的植物群 越来越多 但是呢各位 网路可以做一些 区隔性的动作 比如说一般来讲 我们身为一个网友 上网去注册的时候 基本上也知道就有了嘛 当然少部分人是乱填一通 在多数人应该 有一些项目 还不至于故意乱填 比如说这个性别 还是你的这个 所住的这个区域 那你的学历 你的职业等等 那今天假设了 我们相信大多数人 还是照此填写的话 这个网站呢 如果你把它当成媒体 来经营的话 可以做一些 区隔性的动作 比如说美国 因为服务员比较广大 他们总统候选的 竞选网站就做到什么地步 他从这个有登记的网友 上网的IP来判断 如果他这个是德州来的 他进来网站之后 我就给他看 我当选之后 要在德州推动 什么政策的广告 如果说他从他IP来判断 这是加州来的网友 那他上了我的竞选网站 我就推出一个广告 就是说我的政界里面 计划为加州做了什么事情 比如说这个我过去呢 曾经帮加州 推动什么减税法案等等 可以帮助这种区隔性 所以这也是值得探讨 那地球脸呢 相互连结 往往相连到天边 一加一大于二 所以说这是网路 把它当成媒体来使用的一些优点 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了 有一些媒体集团 除了像各位比较熟悉 像联合新闻网 他把联合报 经济日报 还有联合网报 整合在一起 那以及today呢 把东森的一些资讯 包括购物网站什么的 悠悠台什么的 在网路部分也把它串联在一起 所以说把网路来当媒体 确实有些功用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讲到 那当红炸直击 部落格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先看一下一页的简报 那什么叫blog呢 根据这个 根据Marian Webster 这是所谓的 俗称的韦市大字典 Marian Webster 韦市大字典 它每一年都会选一个字 叫做Wars of the Year 年度单字 那2004年的年度单字 就blog 这个赢得这个头衔 为什么 因为blog这个字呢 是2004年那一年呢 最多网友到 这个韦市大字典的网站去检索的 各位知道韦市大字典 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英文字典 那它推出网路版 那网友经常上去检索一些字 那2004年里面 检索最多的就是blog这个字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当然我们就讲到2005年 2005年的这个Wars of the Year 是那integrity 就是诚信的意思 可能政客不是很诚信 那就是 所以把integrity 一而再再上的检索 那变成2005年的年度单字 那2004年这是blog 所以这边提到有没有 Wars of the Year 2004 那排名第一 就是最多人去上网去检索的 那2005年是integrity 就是诚信的意思 那这边提到呢 这个blog呢 它是个名词 long是个名词 然后short for weblog 就是说它是weblog的缩写 那一直到1999年才有这个单字出现 因为以前是叫weblog 那一直到1999年的时候呢 才开始把它说成叫做blog 那它提到说这是一个web site content online personal journal 就是一个网站 那包含着这个线上的个人的日誌 那reflections comments and open hyperlinks provided by the writer 就是说上面有个人心情的反应 还有评论 经常呢与其他网路资源做超连结 好 所以说各位 我们接下来再看了 所以说我们刚刚从这个weblog大致点定义来讲 各位学员基本上可以了解到 所谓部落格 它只不过是网站的另外一种呈现形式 它也算是一种网站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说 它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我们这样讲 新瓶装旧酒 或者是旧瓶装新酒 就是说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有人说它是一个新的瓶子 装过去的这个旧的资讯 那有人认为是说 它是一个新的旧的瓶子 但是装的东西呢 却是跟过去的不一样 那不管新瓶还是旧瓶 基本上各位了解到 它的存在形式还是个网站的形式 那这个网站跟别的地方的网站 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内容不外乎是 线上的个人的这个日志 那一些个人的这个 个人的思考 个人的评论 那跟其他网路资源做一些连结 就这样子而已 那另外还有一个在Wikipedia 就网路百科悬书 它这样把它定义 它是个提到说是个online journal 就是线上的一个日志 Typically consisting of a personal diary 个人的日记 这边提到 Social and political commentary 社会或政治的评论 Sometimes we reply from readers or RSS feeds 就是说有时候呢 会夹杂的一些网友 这个来阅读之后的一些回应 或者是等一下会提到一个叫RSS 就是一个订阅部落格文章的一个机制 所以基本上各位先了解一点 就是说它是个网站 只是一个呈现方式稍微不一样而已 那Blog怎么来的呢 它说1997年时候就有了 一个叫John Barger提出来的 那到1999年才快速的发展 那各位知道 当年Blog它是叫Weblog 那一直到1999年才变成缩写 那我们把它猜字来看 Weblog是什么意思 Web就是网站网页的意思 那log是什么呢 如果在座各位有带这种音和翻译之前 你可以猜一下 log是什么 除了刚刚讲的数学函数对数之外 它是它本身如果当成英文单字的话 它的意思有几个 第一个是那种木头 像那个营火碗会 在烧那种圆圆的一节一节的木头 那叫Log 那飞机呢 或这个轮船呢 在航行的时候 船长跟机长都会做一些这个记录嘛 对不对 航海日志啊 那机长的记录那些也是Log 所以说 网站上的记录 就叫Weblog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翻成网字 那各位了解到当年它是叫Weblog 那一直到最近呢 把它缩写成Blog 那一直到1999年呢 有一个网站叫Blogger.com 就是说这个商业化 可以非常非常方便使用的一个Blogger.com 这个网站出现之后 Blog才开始在慢慢走红 然后大概在三四年前 慢慢传染到台湾来 所以各位如果一两年前听到 也算是走在时代的尖端 那我们再从它意思来说一遍 它是Web加Log 就是网站加这个Log 我刚刚讲过嘛 那个轮船或飞机机长 或是这个船长做了一些航海日誌这种记录 所以网页上的记录 那我们翻成网字 那就叫Blog 那这边提到呢 刚刚讲到Web是网记网路上的网页 Log是记录日记 所以说网上日誌 那我们在台湾呢 有人把它翻它的意思 叫翻成部落格 那翻它的意思 应该讲说翻它的因 叫部落格 把它因译成部落格 那这跟部落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在座有原住民的朋友 想到这个跟部落有什么关系 乍看之下当然跟部落没有关系啦 那怎么会跟部落有关系 但是呢 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则是跟部落有关系 像各位到我们台湾 最富盛民的这个无名小战部落格去看 它是不是一个群聚效应 成千上万的部落格 不同主题把它聚在一起 所以你把它称为部落格 也不为过 有点像部落一样聚在一起 而且网路传播这种群聚效应 才是它的魅力所在 如果说只有一两个 Blog零零散散的 孤零散的在那边 没有什么影响力 这种群聚起来 成千上万才会有影响力 那有人把它翻成 在中国大部分那边翻成博客 那有人翻成网字 就是翻它的意思 Weblog 那有人翻成这个在线日记 那有人故意开玩笑的 把它翻译成部落格 或部落格等等 那一般来讲 在我们台湾呢 比较常有的叫部落格 或是叫网字 网路日誌等等 那Blog有什么特点呢 等一下我们会叫一个网站出来 给各位看看 刚刚我提到说 它只播是网站的一个 表现形式而已 那各位可能会怀疑了 那网站我看过到现在 也好多年了嘛 这有什么了不起 事实上呢 它跟网站比较起来 还是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传统的网站呈现形式 跟Blog比起来 还是有几点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第一点 它是按照所谓Time Series 就是时间序列 所做的一个记录 我知道在座各位 应该有人上过BBS 如果你到BBS某个版 比如说美食版 或者是什么汽车版 你去剖一篇文章 然后假设过了半天 有人回 各位去读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会 为什么 因为这半天之间 是不是有可能有几四个 或几百个人来 来贴文章 对不对 那有可能 你剖了一篇求救函 有人回应 然后另外有一些账三理事 也跟着回应 因此呢 是不是就非常临散 你必须花很多时间 从头读到尾 才知道说 你这个文章发出去之后 有多少人回应 那有可能中间运气不好 隔了三五百篇了 那有可能你在很热门的网站 你过一个礼拜去看 哇 你的这个文章 不要被推到里面去了 好 零零乱乱 但是呢 这个Blog 第一个特色就是说 它是用Time Series 一个时间序列来做的记录 今天 你在那边Po了一篇文章 网友来看有回应 它是按照时间序列来排 而且呢 不同文章的回应 不会跑到你那篇文章去 它是有一个跟轴线一样的观念 今天你在那边Po了三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有两个人回 第二篇文章有七个人回 那第三篇文章有四个人回 那一目了然 不会搞不好按照时间训练 分得非常清楚 好 那第二个呢 你跟网友的交流方式呢 是透过回溯引用跟回想 这两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把网站教授来特别介绍 留言评论方式来进行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读者到你的部落格来 要跟你做交流 他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叫回想 他可以这个 留一篇文章 肯定你 或是否定你 那另外一个方式叫回溯引用 这什么叫回溯引用呢 我们今天马上就往上来看 各位知道现在这个 世界棒球经典赛 打得如火如荼 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棒球的 业余的球品 叫做受举止 他用一个部落格叫做灿烂的球技 那这个就 首先就第一篇 就是今天各位知道 日本输给美国嘛 三比四 那有一季这个裁判的 有争议的判决 原本应该是日本以后来一个裁判的判决 让美国人赚到了 那各位来看 他这边贴了很多文章 三月十三一篇 也是一个有心人 一般人正常人 回去之后累了半死 哪有时间写这个 那我们就非常佩服他 不像我们这嘴巴简直讲 他确实去写了 那三月十二号呢 他也写了一篇 因为古巴近年来第一次在棒球赛事呢 惨败被提前结束 那提到说1983年 中华队也曾经大胜古巴十几分的历史 然后呢 三月十一 然后各位看 三月九号 那如果说你对于 这个过去的记录 像二月 你可以点选这 这三月 比如说你要看二月 这边可以看到二月 二月记录 那甚至看到去年的五月 也看得到 去年五月的 那时候中华职棒赛事 在台中球长的这个兄弟将 跟中信金对战的一个评论 好 所以说第一个 他是按照时间训言来排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回应 如果说 今天你对于他这篇文章 一个读者 对他这篇文章有意见 各位看 刚刚我们在这边看 是不是有两篇回应 对不对 这里是不是有回应二 对不对 代表什么 有两个读者 看过这篇文章 而且对他有意见 那意见有可能 正面有可能反面 那按照通常 这个多数都会正面 因为 除非是一些很敏感的话题 不然通常都是正面的回应 那我们来看 哪两篇回应 第一篇 读后之后 有一个网友写到 我今天也在想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比赛 美国反而不懂得避嫌呢 为什么 因为裁判都是美国籍的 那这个是一个叫米果的网友 在 今天的 晚上 7点06分po的 这可能时间有点问题 应该 我今天白天就看到这篇 怎么跟7点06 然后呢 第二个是 韩国看完今天的日美之战后 明天日韩之战 韩国人动作应该很多 就是说这个裁判不公平 偏袒 然后一个叫Steven的 这个7点42是po的 我白天的时候也看到 他可能是这个系统的计时单位 有点错乱 调 调慢的12个小时 调浅的12个小时 好 所以各位 马上是不是可以知道 有两个人 读这个文章 马上有回应 对不对 而且上面他哪时候po文章什么的 都看了 一清二楚 当然啊 各位觉得这不足以为奇 为什么 因为刚刚我们介绍部落格的种种 似乎在过去部落格还没发明之前就有了嘛 像按照时间序列的一个这个偏辑方式 除了BBS没有之外 其他像有些个人新闻台也有这种功能嘛 那网友来这边留言回应 这个一般的商业网站 个人网站也都有 有什么了不起 唯一部落格里面有个东西 其他网站 可以说还没有做到 就是 引用 我们找一篇有引用的 刚刚这边有个引用 这篇文章呢 就是说上礼拜 中华队败给日本 第一场败给韩国 那第二场是败给日本嘛 叫第二败 那这个话题比较热门 所以54个人回应 那各位可以看到说 很多人在这边 有写多也有写少的 有写一行的 有写几百个字的 那各位觉得说 非常感动 球员固然尽力了 但是呢 球迷似乎更认真 那这个地方呢 54篇回应 那这个引用是什么东西呢 过去我们在金银网站 有一个困扰是什么 今天有人看着你这篇文章 把你引用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嘛 除非说他私下写 以后来跟你讲 对不对 或者是哪天运气不好 你乱灌网路 把他灌到 但是呢 部落格有一个东西呢 可以让读者跟作者互动 第一个是刚刚我讲的回应 你可以马上 PO下你赞成或反对的意见 第二个引用呢 就是说 你如果觉得这篇文章不错 你要在你的网站里面引用 那他会有个特殊的机制 会产生一串程式码 你把这程式码 copy贴过去 那么呢 他这里会就出现一次引用 一次引用 当然这边有个前提 就是说 这个引用人 自己要来做一个告知的责任 如果说今天我要引用这篇 我不跟他讲 我不去按这个引用 他也不会出现 不过这至少比起过去网站 差别在哪里 他有一个引用的机制 那这边呢 我给各位看一下 他有一篇引用 就是说 受举子写了这篇文章之后 有一个网友 觉得不错 把他引用了 那引用在哪里呢 各位 引用的地方就在这里 他提到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有个连结 你把他按下去 好 是不是这篇文章 在这个网站有人引用了 这个网站是 无名小站里面的一个部落格 然后呢 他把这个受举子 在藩属成部落格 写了一篇文章 全部 copy过来 当然他也进到一个引用 一个做一个引用动作的 告知责任 所以说 你看嘛 这是受举子的文章 对不对 除了有网友读完之后 有14个人回应之外 有一个觉得他文章写得不错 整篇把它引用 那你要引用一部分也可以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边 他有一个机制 你把它引用 然后引用在哪里 引用在 无名小站的 他自己的部落格里面 所以说 这个是值得一提的地方 几乎呢 是这一点 是跟过去个人网站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好 他在这里 整篇文章把它引用了 整篇文章把它引用了 整篇文章把它 copy过来了 那我们再回来看 刚刚这个文章呢 如果你要 你要发表你的评论呢 要回应呢 比如说你觉得写得很好 你写的very good 这是最简单的回应方式 那你要写名字也可以 不写也可以 你写送出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会不会出现最后面 好 刚刚这个示范一下 我们就希望这个站长 不要见怪了 好 那你这样再把它送出去 好 那你这样再把它送出去 我们来到最后面的地方看 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好 各位 是不是 我在3月13号 7点55 现在时间又对了 不晓得 这个名为John的这个家伙呢 写个very good 这是你对他的文章 如果有回应 你就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 发表你的评论 那如果要引用呢 好 我跟你讲 好 如果你要引用呢 就把这行字copy起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今天自己进一个部落格 或我进一个个人网站 我想把整篇文章 或部分文章 然后放到我那边 但是我想进一个引用的责任呢 我只要把这行叙述呢 copy到我的网页里面 把它贴上去 那自然呢 就会做一个 它就会自动呢 出现一个引用的一个符号 就是有个引用符号 就变成2 有两个人引用了 当然你自己还是要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把它整边copy过去 不敢讲他也不知道 你还是做个这个引用动作 把这一段叙述呢 copy之后 贴到你的新闻上去 那么他这边引用的人呢 这边本来一个嘛 就会变成两个人引用 所以说 这里 跟贵桌报告就是说 他跟其他的个人网站差别在哪里 第一点 时间序列 所做的完整记录 一千二处 然后钢局募章 第二点呢 读者跟网友交流 透过回溯引用 叫trackback 就刚刚讲的引用 你引用台文章 可以做一个动作 让他知道有人引用 还有这个立即的贴文字 来表达你的回响 这种留言评论放在进行 第三点 它有个RSS技术 就是说 这个如果说 我们下半场时间够 我们再做个示范 不知道再做各位 接触部落格的人 也不少 不知道有没有谁 试过RSS软体来订阅的 这什么东西呢 各位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进部落格 都必须主动点询 部落格网站 进去里面一片一片读 那有人发明一种软体 就是RSS Release Simple Signification RSS服务的软体 这软体你安装之后 你可以把你常去 部落格的网站订阅 就把部落格网站的网址 订阅在这个软体里面 那以后呢 你完成订阅之后呢 以后呢 就跟你那个 收Email一样 比如说你昨天 订阅了十个部落格 你今天打开电脑 你把那个RSS软体打开 就跟你那个 Outlook Express的软体一样 这个十个部落格呢 今天总共有 325篇新文章 你就可以看到 跟收Email一样 325篇文章的标题 都帮你列出来了 你看哪一篇有进去 你再把它点一下 各位是不是很节省时间 但这种对于资讯量 很大的人才有帮助 就是说它有像 用Email的方式 来读 部落格的文章了 那传统方式 你必须滑鼠上一个一个点 进去看对不对 那刚刚讲这个RSS方式呢 只要完成订阅动作之后 它每天有什么东西 它会主动的寄标题给你 你有兴趣 点选标题 所以这标题很吸引人 比如说 这个什么 寄绷下之后呢 这个周杰伦呢 有精传这个什么 被先人跳 那这个标题很吸引人 你就赶快点一下 它就把内文 呈现给你 所以说这个 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 你可以用订阅的方式 跟他Email 用类似Email的方式 让你收到 那部落格有什么特点呢 再说各位可能有人尝试过 所谓个人的网站 那我刚刚讲过 部落格是这种网站嘛 那它跟个人的网站 差别在哪里 如果各位自己去比较一下 可能体会得出差别在哪里 第一点 过去的这种个人网站 如果各位有玩过 你会发现 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 都花在制作网站上面 对不对 编辑网页 然后这边上传你的这个图档 然后去瞧你的网页 浪费很多时间 真正花时间在整理内容的时间 只有一点点 对不对 可是部落格刚好相反 因为他 都是把这个整个版型都没做好 你的真正是什么 把资讯挥进去 把你的心得贴上去 所以跟过去的这个 自己弄个人网站 不管是自己建一个网站 还是用那个免费网页空间 你不需要有太多电脑知识 跟网页撰写 而且可以把绝大多数的时间 花在内容上面 而不是过去的网站 花在网页制作上面 那他还有一个特色是 他全网页的作业方式 他这个非常简单样板 等一下我们时间够花 可以示范一下 然后各位呢 上传图片 制定版型 就是说他有很多版型 比如说有九十九种 你可以选一个比较喜欢的 比如说这个苹果绿的 然后呢你把你的文章贴上去 按送出就OK了 然后呢他有个人化功能 除了有版型之外 有一些独具风格的 个人的网络日志形式 就是说你可以 你可以 就是说你 他有一些 让你自由选用的措施 比如说要不要有个 那个日历在那边 或是要不要有个音乐 你可以自己来安排 然后呢可以迅速找到 相关主题的文章 因为你部落格完成之后 要做一个登录的动作 比如说吴宾小战 他目前有数万个部落格 你做个登录 比如说你这个针对 这个八卦类的 有登录在八卦类 那么呢 网友一来 除了看到你的部落格之外 也可以找到其他 讲八卦的部落格 那你可以做的 用来写网络日记 做自我宣传 因为你不用花很多时间 在设计网页上 可以把形式都留在内容方面 那部落格呢 这边跟各位简单包含一下 它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 1997年出现 到1999年这一段期间 那时候还没有大量流行 就是说已经有这个东西 那时候叫Weblog 那后来才合称叫Blog 那一直到1999年 美国出现第一家 商业的部落格网站 就是免费服务 那一使用之后呢 才进入第二阶段 也就是目前这个阶段 这是将近这五六年时间 第三阶段呢 从今而后 第三阶段有什么差别 就是3G手机 3G通讯 加上行动部落格 各位有听过行动部落格吗 它就是把3G这种行动通讯 跟部落格结合在一起 你不仅可以用手机 来读取部落格的文章 而且呢 还可以利用3G手机呢 把一些影音文字 等多媒体资讯呢 上传到你的部落格网站 当然前提是你的部落格网站 你有这个功能 像HINET目前的Suite 这个部落格呢 就有行动部落格的功能 比如说 你展开一个全台行脚的一个 一个礼拜游台湾的计划 那么你每天到哪边 玩了一天的 玩了一天之后 晚上休息的时候 你就会把一天的 拍的照片 写的东西 利用睡前 节暖时刻 上转到你的部落格 然后一个礼拜 把台湾走透透 你的读者呢 就会一个礼拜时间 虽然 他不跟你照片 但是他可以在网络上 可以非常清楚看到你 非常及时的一个更新的资讯 那个行动部落格 透过手机来传递 而且按照日本目前发展的技术 如果你的手机 有这个GPS的服务 它还可以根据你上传的地点 跟这个GPS卫星定位结合 还可以标定出 你比如说你现在拍一个风景照 还有办法标定出 这个风景照 根据你手机上传 这个基地台的地点 来判断出 这个风景照附近的 这个卫星空照图 应该怎么样 做个结合 但是这个行动部落格听起来非常感人 非常吸引人 但我也确认是什么 要花大钱 第一个你用手机读部落格文章 要钱 第二个你用手机来传递 你用编辑好那些部落格的资讯 也要钱 而且手机传输不比我们网络传输 还是比较慢 所以要花大钱 目前是有这个东西 但是用的不多 而且各位要注意到 你在家里边编辑部落格的文章 用Word这种软体 你还可以编辑复制贴上 前进后退还原干嘛 都可以来 你用手机会很辛苦 比如说你要写一篇一千字的文章 你怎么弄 通常只能写短文 而且它不能编辑嘛 也不能前进后退 也不能copy 对不对 所以很辛苦 用拇指在那边按 所以通常只是写个几十字 了不起一百字的短文而已 那按照这个部落格调查呢 按照美国去年底的调查 目前全世界有五千三百万个部落格 去年年底 五千三百万部落格 那这部落格当然分成好几种 由自己架网站的 由自己利用那个免费的部落格空间的 那部落格在每个几个月 就会成长一倍 这个到底是成长几倍 现在也很难算得准了 这些数据无非告诉大家 部落格是个很普遍的现象 那很多人在用 这个跟雨后春笋一样 非常蓬勃的发展 那未来部落格会怎么走呢 按照这个番楚藤知识经长 陈正仁先生 他的讲法 未来的部落格 有可能三种发展方向 第一个是贩卖网路空间 在座的学员呢 如果有人在这个无比小站 已经有部落格空间的 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这个无比小站要不要收钱 如果你缴钱会怎么样 你不缴钱也可以用 那你缴钱有好处是什么 第一个没有广告对不对 第二个呢 空间给你变大对不对 你照片本来可以放100 现在可以放500张 然后一些杂七杂八服务会给你提供 就是贩卖网路空间 你今天出了几钱 他就把空间帮你加大 第二个呢 贩卖布置部落格加值城市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就是你的部落格 他部落格现在跟像网路硬碟 网路项目什么都结合在一起 那如果说你愿意出了钱 他把这个广告办移除 然后额外让你实际用一些加值功能 第三点呢 以后有个部落格可能开始要收费的 就是让品质够好才可以 如果品质不好 那不可能 品质够好才可以 基本上就是第一个 他的这个营运模式 BIS model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贩卖网路空间 你不给钱就给你放100张照片 你给钱就给你500张照片 第二个呢 因为部落格跟目前的网路服务 像email 网路硬碟都结合了 网路项目都结合了 那你出了几钱 他可以额外一些这个加值的服务 加值的service 那第三点呢 就是有一些品质很好的部落格 可能要用收费的方式才能阅读 那我们台湾的部落格的发展是怎么样呢 等一下会有个统计图表 各位可以看 半年内翻了两番 就是说在过去半年内增加两倍 那这个图表先跟各位看一下 各位看到 就是2005年2月 2005年2月 从那个水平走 走来看 2005年2月之后呢 这个创世纪这个网路调查公司呢 做过一次调查 在去年2005年2月呢 台湾的网友 那时候台湾网友已经有将近1200万人了 目前台湾网友快饱和 大概1100万1200万之间 就是说以一个月 至少上过一次网 收过一次email来判断 那台湾有将近一半的人口 就属于网友 那在这些网友里面呢 在去年2月 只不过三分之一的人 有接触部落格 可是到去年的5月 这张才差5个月 从2月到7月才差5个月 就从三分之一的网友 结束到部落格 变成有三分之二的网友 结束到部落格 也就是说短短5个月之间 台湾网友 结束过部落格人数增加了一倍 从三分之一跳到网友里面的三分之二 都有碰过部落格 那现在又过了9个月了 那会有什么一个情况 那可想而知 可能到了8成90都有可能 所以第一点 部落格的热潮在半年内翻了两倍 第二点值得各位观察的是什么 实体媒体加入部落格的战局 各位 目前台湾的新闻媒体 是有成立部落格的 有哪些新闻媒体 东森 对 他叫Blogguide 部落格加GYD Blogguide 还有呢 TVBS有 联合报也有 中国时报也有 等一下我们来介绍 实体媒体也加入部落格战局 但是加入部落格战局很多理由 有时候是为了商业利益 有的是其他理由 那基本上表示什么 连我们新闻媒体都很热衷了 不会把他排斥 那第三个呢 部落格周边服务 应运而生 什么叫部落格周边服务 像刚刚讲的那个行动部落格 对不对 用手机来看部落格 传部落格资讯 通常是上传比较多 一般人不会闲着没事干 用手机来看部落格 因为刚刚讲花钱又浪费时间嘛 那有部落格专属的搜寻引擎 部落格专属的联播网 等等 所以部落格周边服务也应运而生 这三个趋势值得各位观察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部落格跟新闻传播 前半段是所谓的 所谓通论部分 第二部分跟各位包围一下 部落格跟新闻传播的一些关联 那基本上呢 如果说对一个新闻传播人士呢 你要成立一个部落格 有什么功能 这边我归纳了六点 第一个是联系沟通 比如说你们这一群人有特殊的癖好 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你们透过部落格来做联系 来做沟通 这是部落格对我们新闻传业人员的第一个功能 比如说各位 民文侠儿的这个与媒体对抗网站 那与媒体对抗 那这个网站是由很多单位组成的 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叫 月听人 月听人监督媒体联盟 那今天我们不管他的立场怎么样 他是有几十个 几十个社会团体所组成的 有广告组 有小市民 有那个什么宗教团体 有社会服务团体所组成 那他们月听人监督媒体联盟 还有一些其他这些对于媒体的改革运动 比较关心的人 就成立一个叫与媒体对抗的部落格 那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单位 来探讨很多话题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那个相关单位 透过这个虚拟的网站来做一个连结 所以说与媒体对抗这个网站是虚拟的 它是一个虚拟的部落格网站 可是它却是实体的几十个 社会团体一个结合 他们在这里做联系 做沟通 发起运动 串联抗争 关机运动 各位知道 每年都所谓的七天的这个关机运动 那今天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与自评 至少他们是透过 像与媒体对抗这种网站 发起那种关机运动 所以说第一个是联系沟通的功能 第二个呢 是意见的抒发 对不起我打错一个字 这应该提手康才对 像这个工程学程 本计划工程学程的这个渔夫导师 他自己就弄一个叫鱼长剑谱 那是等于是自己的意见抒发 谈笑文章 有讲吃喝的 也有讲玩乐的 这个渔夫林奎佑 各位在开训店有见过他 他自己就成立一个部落格 那我很佩服他的一点是什么 有很多政治人路 因为要选台北市长 都成立部落格 比如说张校园 敌手中啊等等 沈富雄等等 但各位想想看 那些部落格文章都他写了吗 我觉得99%应该不是 大多数都不是他写的 为什么 今天一个市长候选人 必定日离万机 如果他还有闲情意志 在那边写部落格 我觉得这个人我就不信赖他 对不对 市长候选人日离万机 为市政奔波忙碌 你还有时间在那边写 空前在那边写文章 我会怀疑你 所以学到多数有人帮他捉刀 有人帮他代笔的 那渔夫这个确实是自己写的 因为有一次我跟他聊完天之后回去 才不过一个小时后 他就把我跟他聊天 来讨论一些东西都写在里面了 那可能他时间也比较多了 然后这个 反应也比较快 就是所谓的快手快笔 那各位看到 抒发自己的意见 那他 我们拉到下面来看 你可以看到有那个建筑的 有讲美食的 有讲实证评论 有讲漫画的 有讲这个传播科技的 那就是一个意见抒发的工具 那今天渔夫先生要不要懂说 这个部落格什么 他的运作技能怎么样 他不需要 他只要去这个吴宾小站申请一个版面 然后呢 定期把资讯喂进去 就可以了 当然你这为了资讯要有人要看 那顺便还可以帮自己的出了数 当他广告 因为这个传例比较慢 我们先到这边来好了 那第三种叫做传达理念 为了一个理念 然后成立一个部落格 这边举个例子叫做 日日村关怀互助协会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单位 这是哪一类的 工昌 就是台北市废昌之后 到现在好像也七八年了 那他们对于这个工昌的出入觉得 就是非常关心 当然不只工昌 性工作者他们都关心 那事实上我们对于性工作者 其实现在随着社会开化 同情怜悯应该多于鄙视 要多于同情怜悯多于鄙视 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 那日日村关怀互助协会呢 就针对这个关怀性工作者 来成立一个这个部落格 来表达他的理念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好 各位 日日村关怀互助协会 那他这个一样也有回响 也有引用 如果你对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你就按进去送个文章给他 很好拍拍手 要引用呢 你就按一个引用动作 他就会把这个 有一个叙述 有一个程式码叙述 你就把它copy到你的网站去 那他就会做一个引用的动作 就是所谓日日村 那刚刚这个鱼长剑谱呢 这还没穿完 可能里面土壤太多了 不管他 好 那第三个叫草根新闻 草根新闻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公民新闻 所谓的公民新闻学 或草根新闻学 这什么一回事呢 一般来讲 在这种大众传播的体制之下 这种新闻的产制 多数的人都只能当阅听人 就是说你只能消费 你不能产制 那现在有一种这个反思的观念产生 就所谓的草根新闻学 或公民新闻学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草根的力量 用公民的力量来产制新闻 过去我们在新闻接收过程里面 我们能被动的消费新闻嘛 那所谓草根新闻就是说 你也是新闻的创造者 那有人把它翻译成公民 新闻学 所谓的Hitism Journalism 就是说一般人等 他也可以产制新闻 那这边有个韩国网站 叫All My News 他非常有名 那当然在座各位多数人跟我一样都看不懂韩文 那我们去看一下他的容貌就好了 这All My News是目前事业上草根新闻 这个最成功的一个典范 当然为什么会在韩国成功 因为韩国的媒体管制比我们还严格 那因为媒体管制很严格 才会有人出来搞这种草根新闻嘛 好比说这个当年我们对于这种情色 不要讲色情 这种情色之群管制表演 所以有光滑商场 例外 卖那些小本的或光碟的那些人嘛 你今天去美国日本 有没有人偷偷摸摸摸在卖那个 没有嘛 因为他可以合法订购 只要你148岁嘛 那因为韩国一样的道理 韩国对于大众传播媒体的管制并不还严格 所以有这种All My News的出现 那所谓草根新闻学 就是说今天网友只要有兴趣 都可以来当记者 比如说你今天募集了什么事件 比如说你募集了这个飞碟 你就可以上来剖一篇文章 附你的照片 你募集了一个车祸 你募集了这个一个外国元首 来我们台湾访问 不小心摔了一跤 你也把他拍的照了 那或者你募集了 哪个明星劈腿 你就可以把这个拍下来 写下来 那不要管说你的文章好不好 你的这个文笔 能不能让人家欣赏 你就扑上去 对了 就是说草根新闻学 各位过去有没有听过一个素人画家 或是什么素人艺术家的名号 所谓素人就是没有经过学院派的训练 像以前那个谁 那个洪通啊 画起来好像跟小朋友画的一样 有童区对不对 他们受过美术学院派的训练 没有 有素人新闻学 素人画家 那一个林渊石雕在蓝头那边 然后那个有个那个陈达 在这个恒春 那个素人音乐家 那是韩国all my news 有兴趣 当然前提是要懂韩文 你就可以把你采访的内容 po上去 然后呢 它是一个平台 让你po新闻 让你弄个高兴 在座有没有谁看懂韩文 可以帮我翻译一下 没有的话我就把他关掉了 好 好 那第四 第五个功能叫互动参与 各位知道 中史电子报出现一个编辑部落格 它这个编辑部落格跟别的部落格不一样 他请了二三四个记者 主笔还有编辑来写部落格 不一样哦 这算是比较精英阶层的哦 我们吴宾小站几万个人 但是里面多数人都是无聊的自拍嘛 吃喝玩乐美食啊 然后你看排行榜前几名都是什么帅哥美女的这个照片 那个坦白讲意义不大 那中史编辑部落格找了二三四个 主笔编辑还有记者 然后来写 那各位觉得很奇怪啊 这个主笔编辑记者不是每天都有他的管道 他的版面可以写自己的文章吗 干嘛要弄个编辑部落格给他 他要做两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是什么 尽管主笔编辑还有记者有他版面 每天都有固定版面要产出嘛 但是因为配合公司这个报社的政策 还有这个更上边那些新闻守门人的要求 他们产出作品的形式内容 有没有可能受到影响 有啊 今天我要在我今天是里中史的前 我当他的记者我要写一篇文章 不要被我上面的这个编辑 或请他守门人来删改 而且能够登出来 在格式在内容上 都要做一些因应的变化调整 在座永在联合新闻服务的对不对 今天你敢写一篇文章 要骂王蒂武吗 敢不敢 敢啊 这个同学了不起 你们联合报的部落格吗 可以啊 所以这个我讲的对 第一个实验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 是不是 摆脱了这些报社所面的拘束 让这些记者的主笔 或者是编辑 能够有更自由的挥洒空间 是不是看一下 这样写起来就跟报纸上登录就不一样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结果 好像差别不是很大 这个大家一个前面的缘故 总不好意思写的太难听 比如说这个于继中先生 在几年前过世 那当时就有很多人批评说 中国师爸爸当成国商来办 连续好几天都是那个曝文 追掉他行李的一些文章 今天你今天如果说 今天弄个部落格出来 你大概不敢写太难听 死者为大 而且再怎么样 也是我们的老板的爸爸 第二个实验是什么 他想实验看这种严肃的风格 然后由基因来写的部落格 跟吴敏小战那些吃喝玩乐的 穷哈拉搞自拍那些人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他们基于这两个理由 请那个编辑诸笔记者 额外来弄部落格 这一般人不能去写哦 编辑诸笔 像范立达这些人 夏征 唐湘龙 吴重涛这些人才能写 那他读者 可以做什么回应 就是说你可以下 这个pony的意见 也可以做引用动作 那第六个功能 是宣传行销 比如说各位熟悉的这个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嘛 王怡人 对不对 前TVBS的主播 他现在跑去哪里了 改行当艺人 主持购物频道吗 没有 主持购物频道是薛凯丽 他有个TVBS有个pub blog 他用他来做什么 自我的宣传 自我的介绍 但前提是 他可能是有些条件比较好 比如说长得比较美貌 或懂得比较包装自己 像有些人 我们看过条件很好 可是呢 因为他个人的这个人格 就是个人的 不是人格 就是什么讲 性格啦 就有些人低调 连照相都不太愿意 更何况说 把自己的照片放上去 有人这样子啊 很低调对不对 他不想站上这个舞台 确实有这个人 那刚刚这个渔乎 这个还没弄完啊 图片 不管他 所以基本上 部落格在新闻传播媒体 有这个六个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新闻媒体有时候 成立部落格有哪些 第一个是TVBS的pub blog 就刚刚王怡人 他前主播王怡人 自己弄的 那第二个是 忠实编辑部落格 由那个记者编辑 还有这个 竹笔来写的 一来是要想试试看 这个换个地盘 这些负责的产制 新闻内容 会不会在形式上 内容上有些变化 二来是想跟 一些那种俗气的部落格 别别描头 第三个是 UDN的数位文化制 那我刚好在座 有这个UDN的朋友 来到现场 这个数位文化制 跟忠实编辑部落格的 成立的主使是一样吗 还是不一样 你们这个是有开放一般人来写吗 所以忠实编辑部落格 是只有编辑常用 那二三四个名比 那一天数位文化是 有部分是开放的 那有部分则是转引 有些还不错的文章 那至于那个web TV 明日报呢 以及today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介绍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 好 这边简短回来的问题 刚刚有朋友问到 就是说BBS 这个部落格上的文章的 这个原则 严论的责任怎么办 那我们这边可以举几个判例来说明 所谓的这个文责自负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就是过去有大学生在BBS战上 毁谤老师 然后被处分的 我记得在1994还是95年时候 就有发生过事情 不过那时候网络使用不是很普遍 只有一小撮人在用 而且那时候连highnet都还没成立 离开学校就没有 没有网络可以用了 就是highnet是后来才慢慢成立的 所以那时候曾经有这种案子 但是不算毁谤 因为毁谤必须有公开的这个前提 因为那时候网络是少数人的群体 那现在呢 网络已经是公开原理 所以你有任何的这个 刑事上的责任 比如说毁谤啦 或是侵犯出国财产权呢 都要 都要 就是自己要负那些责任 当然这是告诉乃论啦 不会 检察官不会主动提起公诉 好 那另外一点 值得跟各位说明的 就是说这个 这是刚刚王一人的网站 那刚刚讲到说自我宣传 那他就用这个 TVBS里面的POP BLOCK 来做一些个人自我宣传的 感觉起来他比较像一个明星啦 然后呢 这个是 渔夫 这个已经下载差不多了 因为他土长几十个 还没全部下载完 但是各位可以注意到的是什么 就是你看到下半部 因为土长太多了 而且每个土长都很大 解析都很高 各位来看 这个文章分类 因为他蛮多才多益的 所以你看到他 讲那个金国食谱 各位知道 这个顾总统金国先生 在民间有十几个老朋友嘛 那有做小吃的 像在蓝头或花莲 像花莲有个卖贬食的 万卢卖主角的 那他就寻当年金国先生的路线 去访问这些老朋友 再去吃一遍 看好不好吃 然后他读书的达记 还有他写的一些东西 很多类都有 有讲美术 有讲建筑 有讲漫画 有讲政治 有讲媒体的 有讲心灵改革的 都有 所以说他分门别类 非常多类 这个文章分类 有可以用时间序列 比如说连约日的方式来分类 也可以用组列的方式来分类 看这个部落格经营者 自己的决定 那各位注意到 他这边有 看入一个多媒体档案 所以有音乐播放 导致我们下载很久 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 有音乐播放 音乐播放 按一下就静音了 所以这也都是 你可以做到的 好 我们先把它关掉 让人家有音乐 好 我们再继续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 部落格的实作了 刚刚讲到说 可以联系沟通 可以意见抒发 可以传达理念 可以发动草根新闻 也可以促进互动参与 也可以宣传行销 那目前国内 比较有知名度的媒体 是这六家 里面有一家 可能各位朋友没有听过 叫Web TV 它属于网路电视的 就是说 用那个网路 走网路的线来看电视的 它也是用浏览器 也是用滑鼠来看电视 但是可以看到 这个电视一样的内容 当然这个对我们台湾的朋友 没有吸引力 它主要是走海外华人市场 你没事在那边看康熙来干什么 你没事在那边看那个什么 女人我最大干嘛 当然是给海外华人看的 它是用电脑搭配 这个传统的宽屏网路 然后用滑鼠跟浏览器 来看电视 叫Web TV 那Edit Today的Blog Guide 这就是 比较有名气的媒体 成立的网站 那里面只有中时编辑部落格 是封闭式的 就只有那二三十个 记者主笔编辑能发言 但是你各位看到 它品质比较好 就是说比较值得你去看 那其他的这个 部落格又不少 值得尝试 但是因为淹没在 一些泛泛资讯里面 看起来会比较辛苦 这个 各位看 第一个是潘兴荣 然后 这个是彭慧仙 各位应该很熟悉 中时的一个写手 彭慧仙 然后这个虚文卫 他是文学创作者 就不要 文学方面比较多了 这个严宗贤 就是他邀请到一些主笔 罗佩颖 我们也行 陈家张 张桂月 季大为这些 范立达 这个各位应该比较熟悉 然后这边有多少人阅读 还有多少人回想 都有了 因为他不是封闭式的 那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这一题叫做明日报的个人新闻台 明日报个人新闻台 可以说是台湾部落格的前身 就是说 各位知道当年有个明日报吗 在2001年就倒闭了 谢谢收看了 就是那个 那个詹洪志 那个PCOM的老板 城邦集团弄的 他为什么叫明日报 他的英文的网址叫Times T是Tomorrow意思 因为他认为传统的媒体号称日报 但事实上等于都是昨天的新闻 对不对 我们今天看中史电 中国时报联合报 上面新闻都是昨天的新闻 只有他这个网路的原生媒体 为什么他是原生媒体 因为中史电子报联合新网 百分之九十几的内容都是用报纸的内容 但他是原生的 他是原创的 原创而产生的 他的新闻相当于别人明天才会出来 所以他叫明日报 但后来因为整个经理模式不对 只靠广告费收入 所以撑了几个月就收了 那他那时候有推出一个个人新闻台 就是每个人可以去那边办报 然后呢 有点像部落有的功能 所以我们也把它列进来 唯一的差别是说 你不能做引用的动作 那市场也很像 各位知道 有一些人靠网路发表文章而爆红 部落格的玩家我会分成几类 第一类本来就是很红的人 本来就很红的人 然后弄部落格 比如说渔夫之类 那本来就红了嘛 那用部落格 还是一样红 第二个呢 是不红的人 但靠网路来走红的 比如说像谁 各位知道 半个月前 半年前啊 不是半个月前 有一本书 跟杨肉炉有关 卖得很好 全名叫什么 全名叫杨肉炉什么 就是一个研究生嘛 然后杨肉炉不小心 打翻淋在那个属西部 烧伤的重要部位 后来整个那个附建过程 电眼滴滴 杨肉炉不是故意的 然后还有隔壁猫叫日记 各位知不知道 来问一下这位朋友 来 你有看过这一系列文章吗 里面到底是写什么的 里面就是写他的那个 他住外面的话 他的是有每天晚上 不是在很 是有一对情侣人 每天晚上奋战 然后他就是写他奋战 他就是用明日报 个人新闻台来发布 而且出书了 他是一个记者 我认识他 那我们故意亲密 他是用PCHome的 明日报是PCHome集团的 个人新闻台 那他有点像部落格 就是说你上面开个账号 然后你也可以贴照片 PO文章 然后网友可以回应 但是他不能做引用的动作 那他就把各篇文章 就写一写 比如说这个 他也出书了 那我跟他提过 这种书大概半年后就不红 但他认为只要能够卖20万本 他就发了 因为一本可以抽30块 那20万本就可以抽不少了 比如说他定期的 比如说他庆祝200万人士拜访 然后把一些文章写在这边 出书的叫隔壁猫叫日记 他是比较限制级的 他在某个大学附近租房子 那因为他的隔音设备不是很好 那隔壁室友又喜欢经常做爱做的事情 他就把这一段时间的心路历程写成文章 但里面有一些是灌水的 等等 那已经出书了 所以第一种是本来就红的人 部落格也红 第二个是本来不红 靠部落格走红 第三个呢 则是那种公司行号机关团体成立的部落格 像刚刚的那个日日春啊 那或者是 这个一些企业成立部落格 第四个则是绝大多数 99%的部落格都这一类的 就云云众盛的部落格 就穷哈拉搞自拍这些的 那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好啦 因为部落格本来就是 从来顾名思义嘛 网路日誌 你喜欢怎么弄就怎么弄 那我们把明日报的个人新闻台 也把它列进来 它这个发行的格式 有点像部落格 当然它比部落格更早 它在五六年前就出现在台湾 那我也有差别就是说 你尽管可以贴文章 可以贴照片 网友可以回应 甚至可以寄发电子报给订户 但就不能做部落格那种 引用的动作 那ET Today的Blog Guide 那这个UDN数位文化师 这也是都是媒体成立字名的部落格 那这边我引用三个 就是媒体的人士的讲法 自身媒体人的讲法 他们对于部落格的评价 第一个是延伸的阅读机制 什么叫延伸的阅读机制 各位在阅读部落格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他一篇文章里面 可能有一些关键字 是不是一按又可以连到别的地方去 就所谓hyperlink超连结 所以它是颠覆了传统的线性阅读模式 什么叫线性阅读模式 各位在读报纸 看电视都是一样 前到后 左到右 对不对 你可以乱跳一通吗 回读网站可以超媒体 你从这个网站看到第三层 再跳到别的网站 再跳到另外一个网站 又回到第七层 再回到第一层 又回到第三层 网站可以用非线性的模式 前后跳跃 然后他可以回想 网友可以表达他的意见 也可以看到说 他这篇文章有没有被其他人引用 那第二个呢 他认为说 这个李医师认为 部落格的好处在哪里 他是携手串红的立内媒体 因为有某些人呢 在现行的这种商业逻辑之下 不可能大红大紫的 但他选择了部落格 而让他走红 好像在隔壁猫叫日记一样 你如果莫名相突然写这东西 人家要理你吗 不理你 那非得在部落格走红 商业体制才会回过头来找你 同样的道理 有一个叫弯弯的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 你没有听过他 可能你也经过他画的东西 他是一个女生 然后会画一些 办公室生活杂技的漫画 然后你可以把它下载 把这些图档 放在你的那个MSN上 比如说那个 一些看起来满温馨 满搞笑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叫弯弯 那也出书了 各位曾经装过他的照片请举手 怎么那么少 大概七八个 还好还好 就是这个一系列风格的 就是都这个 也如果各位看到 然后就那个梅艺乌画上面都有一个字 比如说是哭泣啊 那别人是用文字来写网路日子 他是用漫画 他几乎没有什么字都是用漫画 他是比较例外的用漫画 那当然他后面还有啦 因为慢慢下载 等等 他就是靠这种然后来出书的 那第三个呢 李一是认为公民新闻学 人需努力 公民生为学人需努力 他认为说 部落格尽管有这种草根新闻学 公民新闻学的意义 就是说我们不再只是新闻的 单纯的一个消费者 我们可以参与新闻产制过程 自己也可以是记者 但问题是呢 理念很崇高 实践很困难 各位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看 第一个 99%的部落格都是搞自拍嘛 贴一些吃喝玩乐嘛 那如何去对抗传统媒体霸权 不可能嘛 部落格出来两三年了 我们传统媒体霸权 不是一样真正日上吗 而且反过来部落格还跟他结合 变成帮凶 第二点是什么 各位知道台北市的有线电视频道 第三台是什么 第三频道 公民频道对不对 公益 台北视频道嘛 里面有什么节目 我以前在新闻处待过 我知道为什么这个频道 因为有线电视法有规范 地方的有线电视系统业者 就是要提播频道 给当地的县市政府 那所以说台北市政府新闻处就依据这个条文呢 把台北市的系统业者找来 将它凹出一个频道来 那凹这个频道是做公共用途 给视频参与用的 也就是说视频如果自己拍摄什么影片 可以有个播放的管道 等于是一个原地 开放原地 这理念有没有很好 好啊 但是问题是现在节目 连临散散 里里落了 为什么 第一个 正常的人顾三餐 来都来不及 哪有时间去拍那些东西 对不对 我们在座各位 今天能够来这边听课 都已经是千辛万苦 拼了老病才在这边的 你回去有时间去拍影带 做节目吗 你不用为三餐奔波吗 你的房贷 你的车贷 你小孩子的功课 联络部还要签对不对 忙约会干什么 打扫家务等等 谁还有时间去搞那个 所以说如果还是有的话 也是极少数精英阶层 吃饱闲着的人才有办法 对不对 是不是 第二点是什么 就算真的有人 拍摄好的影带 要上面播映 现在是要版权问题 跟各位这次的这个 影音创作一样 尽管你是非商业使用 但是里面有引用到别人的音乐 比如说这首歌是那个 谁 Sandy Young唱的好了 英文歌 那一段配乐 你还是要征求他的同意 虽然是商业 非商业使用 但是你还要做一个授权的动作 他不可以授权 但是你还要征求他的同意 那万一没有真的同意播出来 到时候 频道可不可以还要被责任什么 很麻烦 所以到后来各位看看 几时有看过 有人视频拿自己的作品去上面播放的 没有 理念很好 但是实际执行还有困难 那部落格 很多人马上誉为说 对抗传统媒体霸权的一个 新兴的草根势力 他有这个功能 有 但是呢 百分之九十九人 都不会拿他来做这用途 吴冰小段里面也有新闻的部落格 但是都沿沿一袭 双方非常凄惨 你光去吴冰小段看嘛 每次的排行榜 都是那些帅哥美女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仍然需要努力 那黄泽冰认为呢 他这是业余者的一个复仇的管道 他跟刚上面那一位资深媒体人的想法一样 媒体有专业人士在经营嘛 但是呢 业余者 借由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对抗 做一个复仇 这边提到一个Chris Abtreeton 他是一个那个美国的自由作者 那他自己就建一个 叫back to Iraq 3.0的部落格网站 但我们很好奇 这个人怎么会有那闲钱 去伊拉克采访半年 他不用 他的生活不用担心嘛 那我们就不追究 就是说他 他是一个自由作者 他是一个另类自由作者 他厌倦的传统媒体 对于伊拉克 美国进攻伊拉克的报道 他自己弄一个back to Iraq的一个网站 那用部落格的形式呢 写下另类观点的 这个伊拉克战争的点点滴滴 那不只是这个啦 美国白宫啊 过去都把采访证 记者采访证给正式的媒体 现在开始也发给部落格的站长 那过去CNN曾经开除一个 玩部落格的这个记者 后来呢 也后来过一阵子 又顾情了三个人来弄部落格 这代表什么 一开始排斥后来接受 那这个Chris Abtreeton呢 就是说他一个人到伊拉克去 很长时间把伊拉克点点滴滴 所见所闻的弄成这个部落格 这一样的界变 就是说可以评论 然后可以track back 可以引用的记录 就是伊拉克战争的一个 另类观点的部落格 这个黄泽斌呢 认为这是一个这种 业余人士的一个复仇的方式 对抗传统媒体霸权 那他认为说对抗归对抗 不过最后阶段还是要和解跟共生 就套句前行政院长 现场演的话叫和解与共生 比如说联合新务网 中史电子报也可以弄了部落格 那有的是开放给网友来参与 有的是找少数的精英的主笔 编辑记者来弄而已 基本上他们是相辅相成 而不是互相对立的 那黄泽斌他自己是中史电子报人 他也特别叫说 他们编辑部落格的实验 就刚刚讲到两个目的嘛 找那些比较精英的主笔记者 还有编辑来弄部落格 一般人不能弄只能看 那主要两个目的就是说 想了解一下 这些写手呢 在一个崭新的开放的自由原地 会不会写出形式那种不一样的东西 当然这个实验结果是差不太多 总是难为情嘛 一直在报纸上写的是一回事 自己部落格又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那不好 然后呢阅读率呢 是还不错 但是还是不如 实验结果出来了 就是说这种编辑部落格 有人去看 但是还不如那些 讲那个自拍啊 讲那个吃玩乐的 然后呢 管中祥 这是一位这个媒体改革的参与者 他认为说 部落格有什么意义 他认为有三点 第一个是台湾媒体激烈的竞争之下的新声音 因为传统媒体竞争非常激烈嘛 撒狗血啊 这天在那边火拼 然后他们是一个新声音 他认为呢 部落格有第二个功用 因为传统主流媒体 对于那些社会 弱势团体的关注实在太少了 可是这种非主流的媒体 像部落格 实在更多元 更深入的关注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日日春啊 对不对 关注那些性工作者 对不对 那传统媒体不可能这么关注他嘛 一直到最近 有联合报上有一篇文章 受到矚目 一碗阳春面的故事嘛 颠覆了过去 我们对联合报的印象 终于开始重视这些清新的 有助于这个心灵的一些 小品的新闻 那自由时报 过去也把这个一个里长博啊 就是在当地啊 这个看到马路有破洞 就自己买博 有把它铺起来 几十年了 把它做一个报道 做头条 这也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 那管中想认为说 它是一个另类的发生管道 像我们台湾著名的一个苦劳王 就是对于那个工运啊 劳工运动有兴趣的人 然后成立了部落格 那藉由这个 因为它这种声音 不可能在传统商业逻辑之下 找到一个发生的原地嘛 那像有些地下音乐 非主流音乐工作者 在传统商业逻辑之下 也不可能获得支持 所以他们发明这个管道 那这个苦劳王 那也一样 有这个回复 也有引言 有回复 也有引言 然后这边有一个 美国的叫 Independent Media Center IMC 独立美业中心 这是跟刚刚韩国 All my news 一样 它是一个草根媒体 全民公民新闻学 就是说 网友只要有兴趣 都可以去上面投稿 投稿你的新闻 投稿你的新闻照片 你的文章新闻都可以投稿 那有没有看是另外一回事 它会做一些简单的筛选 比如说不能违反 公序良俗啊 之类的 这边讲到韩国的这个 这个罢工者 被这个政保警察包围啊 等等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把新闻投稿 包括说 按照讲这门课 如果是一个讲员的立场 我会推崇部落格 但是如果从一个新闻工作者 包含学术圈来讲 我不认为 这个能够成为了气候 各位 如果随便便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这个草根的记者 那我们混什么饭吃啊 记者的养成 还是要有一套的训练啊 你怎么知道写新闻稿 如何采访 新闻的特性 及时性 显著性 什么反常性等等啊 然后新闻稿写法 什么道记字塔 如何采访 如何编辑 那还有一套学问的 如果随便便 每个人都可以草根新闻学 公民新闻学 那我们混什么饭吃 所以我不认为 这个能够做起来 它只能是一个另类管道 就是等于是一个另类 然后来这边当辅助用途的 如果他真的做得起来的话 那还得了 也是要经过一个养成训练的 通道道理 我们去看嘛 律师的这个诉状 那个法官判决书 为什么看不懂 律师写的病例表 为什么要用奇怪的这个外文 不用白话文写 公务员写公文 为什么不用白话文 对不对 我们换个说话 如果他那里看懂了 他们又混什么饭吃 这原理都一样 所以尽管 站在介绍部落格的立场 我会推崇他有这个 对抗主流媒体的优点 但是站在一个 新闻工作者的角度 我不认为他做得起来 他有这个功能没有错 但是真的要做起来 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而且做起来也不好 今天坦白讲 你时间有限 你要去看这种 草根媒体的新闻 还是看国内比较有名的 中史电子报 联合新闻 还是ET Today 当然去看那些有名的媒体 那些人写的才权威 对不对 那如果你时间很够 看完还没事干 或许过来偶尔来看看 也还不错 应该是这样子 这边呢 我们简单讲一下 部落格的这个申请设立的步骤 那第一步呢 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部落格要分成两大类 我们这边用个比喻 一个是盖房子 一个是租房子 第一类部落格 非常麻烦 非常复杂 像各位有看过 像那个 有一些部落格的 专门的网站 是自己成立的 你要买一台主机 要贯伺服软体 那就要跟像盖房子一样 那就难度很高 但是公司行号 像有些公司 靠部落格来做公司行销的 那都是用这种方式 那最常见一个软体 叫Moveable Type 就是那个活字印刷数 宋朝毕生发表 那个活字印刷数 它英文叫Moveable Type 就是说 可以一栋式的那种签字 那如果说你对这种 有兴趣 它有卖书 你去买一本书回来看看 就是你把一台电脑 接上宽屏网路 装上网路伺服器 再贯上Moveable Type 这种部落格伺服软体 你整台电脑 就变成一台部落格主机 像这个没有 部落格驾站实物 使用Moveable Type 一本书 好几百页 厚厚厚的一本 跟电话不差不多 教你如何 下站 但这个不鼓励各位用 因为我两年前 那时候出版社送我一本书 就是类似这种软解书 花了不少时间 但是一事无成 部落格成立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 能够花很少时间 去管那些网页设计编辑 把时间花在内容上面 如果你真的去弄那个 就不划算 违背了部落格宗旨 什么人要用这个 系统的这个建制者 比如说吴平小站的站长 那些经验人士才要搞这个 那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要盖房子 我们去租房子就好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二类 我们不要盖房子 租房子 盖房子的好处是什么 这个房子要多大多小 几楼 什么造型都已经决定 但是确定是什么 花钱花时间 租房子好处是什么 方便 但是呢 你的弹性比较小 你挺多做个室内装潢而已 贴上海报对不对 稍微粉刷一下 床摆的位置换一下 然后呢 房东哪时候会跟你终止合约 你也不知道 说明你的房子还被人家法拍 你还提前搬走 但是呢 各位 建议各位到这五个地方来 因为我们部落格无非是希望 各位不要把时间花在网页制作上面 把时间多花在内容上面 那目前国内首屈一指 就是无比小站 网络日誌 那给各位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跳无比小站 做个简单的示范 因为它不太难 关掉 这是国内首屈一指的 那这是较大的研究成立的 那目前呢 号称数万个人在上面 各位呢 这个PowerPoint会放在网络上 各位下载 所以说简单的抄一抄就好了 轻松一点 各位看 这边推荐的这些都讲那个什么 恋爱的 饮食男女的 你讲什么统独 讲宗教的 讲环保的 什么京都议定书 什么二氧化碳排放 写定那个都没有人要理你 都是一样 都是这些 这是国内最有名的 那他跟那个相簿也结合在一起 那当然这相簿 各位看都是那些俊男美女 特别是美女的 这个一提的是说 有所谓网络日记 各位在我们那年代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嘛 可是现在有个趋势 日记是写给别人看 但日记写给别人看的确认是什么 可信度越来越低 不像我们那天在写一写 闭首自争 就写给自己看的嘛 对自己做一个诚实的交代 可是现在写给别人看 反而变成一个文学作品 不像是个人生活的一个反应了 我们先过来这边 那第二个呢 是Highnet的这个Suite 这个Suite 这个发音跟那个甜蜜 Suite是一样 那他是目前国内有跟那个 行动部落格 中华电信自己搞那个行动通讯嘛 有结合 Suite日志 那新浪王也推出一个新浪部落格 那番薯腾 也把这个乐多的这个部落格夫买过来 变成Young Blog 乐多日志 各位看 这些也都是吃喝玩乐的 都吃喝玩乐的 你看那个排行榜 特别是那个排行榜 都是那种有庄美女的 但他有那个筛选机制 就是说里面有那个违反工序两属 他会把你移掉 好 那这个Suite呢 它是Highnet辖下的 那目前有行动部落格的功能 这个我还没去试过了 是不是不是Highnet的用户也可以用 我不晓得 据说好像是要了 是不是要有Highnet的这个账号才可以用 还是不用 也不用 那如果要那个行动部落格呢 就必须要Highnet的门号吗 要它3G门号才可以 那这个新浪部落格是新浪内的 新浪网成立的 那你也不需要有什么条件就可以用 那 这边还有MSN的Space 它倒是有个特异功能 这个比较快 新浪部落格 等一下 各位回去有时间都可以去把它开一个 那个部落格自己来玩玩 然后呢 YoungBlog是藩属能成立的 它把乐多的部落格买下来 自己成立一个叫做YoungBlog乐多日志 这都是不用钱 不用钱可以玩 你要钱的话会玩得更好 应该是这样解释的 基本功能不用钱 然后最后一个 叫MSN的Space 这个部落格有个特色 就可以跟那个MSN结合 各位知道MSN 网路基石通讯软体嘛 市场叫MSN是不对的 全名叫MSN Messenger MSN是个网站的名字 可是你现在讲Messenger 人家会听不懂 所以说 我们先把它还是暂时称为MSN 各位知道这个MSN这种基石通讯软体 你可以跟Space结合 比如说你把照片放在Space这边 那你的MSN 你这个通讯软体的名单上的人 都可以来这边看你的一些简介 你的照片等等 好 那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这是番薯腾的YoungBlog 那各位有兴趣可以在那边开一个账号 那这是新浪网的SinaBlog 那这是MSN Spaces 原本Space现在多个S 那可以跟那个MSN 即时传讯软体结合 他没提到说 全球唯一可以跟Messenger 小绿人整合 给你的相片部影片档 放在那边 那你的线上的那些聊天的对象 可以来到这边看你的照片 然后还有Suite 还有这个无名小站 这些是国内常见的几个 我们就把它关掉 好 那我们继续介绍 今天你要怎么去建制自己部落格 非常简单 只要有 也不用国小毕业 只要你认识字就可以了 基本上有四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是申请账号 填写你的基本资料 申请完账号之后呢 他会写一封信 到你一没有信上去跟确认 你说这封信呢 滑鼠把它按两下 做个确认动作 就OK了 第三步呢 就是启用 第一次登录 然后呢 就开始编辑 基本上有这四个步骤 那我们这边举个例子 以这个吴宾小站为例 如果说各位 今天一时兴起 想去弄个部落格来玩玩 利用这个空档 我这边有抓了几个图档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好 那他这个基本稍微有改变 这是我几个月前抓 现在有点改变 就第一个 申请账号 你把它按下去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填一些 你要的设定的账号 你的密码 你的email信箱 那他为了怕这个是 用那个网络程式来申请 所以他这边有个人工辨识过程 就是有些人 居心不良 写了一些网络小程式 会重复不断去申请email账号 然后做一些不好的用途 那他这个吴宾小站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 特别在最后一步 多一个那个 手写字体的阿拉伯数字 你必须人工判读输入 才能申请 那如果你是用程式 写的自动申请的 就过于这一关 他用意是在这里 然后呢 填一些字笔资料 你要造实填也可以 随便乱填也可以 然后呢 他会跟你讲 他会把这个认证信呢 寄到你的email信箱 你赶快去搜信 然后按两下 就完成认证动作 因为他怕你随便乱填 email信箱嘛 好 他为什么要你留email信箱 当然有一些目的啦 第一个是 简单做一个认证动作嘛 好 那第二个呢 以后做商业行销用途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申请 对啊 这边已经登录了 不行啊 因为这我已经刚用 刚一个学员的名字登录了 离开再重新进入 那各位回家去 以后应该会稍微输快一点 好 来 右上角有个免费注册嘛 你就不用想太多 就把它按下去就对了 那他这个账号是整合的 就是说你如果申请一个账号 就可以用里面的VBS 用里面的相簿 用它的网字都可以 那如果你要申请账号呢 你就按这里 好 那他跟你讲说 你申请之后 给你50M的空间 可以放照片 如果你要更大 你就要花钱 然后你当然要按同意 不同意他不让你进行下一步 好 那当然这地方呢 你就写一下你的账号 那按照方法规定 至少四个英文字母或数字 不能用三个字 然后你的密码 四到九个字密码 确认你的密码没有错 输入你的email信箱 这不能乱写 就是说输入这个密码 输入这个email信箱 他会发认证信给你 那各位在注册的时候 我要注意就是说 为了避免你的账号 别人已经用过了 比如说叫Apple 这应该被他用走了 比如说你想叫Apple 你就检查一下 这个是不是可不可以用 他会跟你讲 已经被他用走了 因为这很常见字嘛 你要选一个比较 比较奇怪的 Apple Egg 看可不可以 还是怎么用 算了 好 那就 Apple Dark 看看有没有用 算了 你就找一个什么Apple Apple Egg 88好了 那应该没有用了 你就继续 然后email信箱 你就也是确认一下 有没有用过 那一步一步填妥之后呢 输入这个413521 按确定 那他就要求下一步 填一些基本资料 你的姓名啊 什么住址学号 没有学号 姓名住址生日之类的 没有学号 学号是我们这个计划才有 那 最后呢 他会发一封信到你的email信箱 你收到信之后点两下 把它启用 确认你这个email信箱 是可以walk的 就OK的 那这边我举这个 刚刚我从某位学员那边拿来 他有一个限制 你申请账号之后 如果你有经营 中间有间隔三个月 没有进入更新 没有进入 看他就会把你砍掉 所以我知道 因为我的已经超过三个月 被砍掉了 我的不在这边 那我就改用另外一个学员 因为无名小胜比较简单 如果说 你已经有了 已经申请好了 那你就开始 却已经启用过后 那接下来就简单了 你就到这边输入你的id跟password 就可以进去了 不好意思 这个好像有点慢了 好 那你就登入 那刚刚那位同学跟我讲 因为他里面都是穷哈拉搞自拍的 所以说希望我不要见怪的 那我希望他也不要不好意思 我们只是 举个例子而已 好 那我们登入 如果说你已经完成注册 而且把那个确认性点选了 那你登入之后呢 就会变成这个模样 这很简单啦 就是你按照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来 跟使用傻瓜相机一样啦 傻瓜相机好处是什么 你不用去管那什么光圈快本 它会把你瞧好嘛 对不对 那block也是一样 你不用管网页设计 你只负责位资讯 好 那比如说你要到 往这个地方去 你就按这里 目前还不是这位同学的 我们只是 一步一步进来 好 那进来之后呢 它是它的版型 它选择粉红色系的 有个城堡的 那个人的照片等等 那这边可以看到 好 最新的回应 各位注意到 这边有RSS的标志 我发出别的地方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有一种软体叫RSS软体 如果说 你安装RSS软体 然后把这个网址 订阅在RSS软体里面 以后呢 你读部落格 就有点像收email 它会主动把这个部落格 新的文章呢 抓下来 你有兴趣点选 它再把内容帮你带来 那我们多数人都是 上到部落格网站 一个一个点嘛 那RSS是一个相反的方式 有点像收email一样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 可以试试看 因为时间有限 这个都不介绍 因为它要安装 还要下载 各位知道有这回事就好 那这边可以看到 它最近的一个 那个文章的记录 蛮感性的 好 那 你可以做资料夹的管理 参观人次 目前今天有三个人来看 总共有1319人来看的 等等 那人要发一篇新文章呢 这边有样式管理 你可以改变你的版型的样式 比如说你心情变的 你不想用粉红色的 你就 这边有一些 它建议的一些款式 其实种 上面有基本款 教学版型人物 什么动物 别人品牌插画 生活风景 好 那你觉得这个不错 你觉得这个版型不错 你就按预览 等一下 这恐怕还眼时间 那我跟各位包一下 就是说 各位如果说 随着心情变换 你想改变 部落格版型 它这边有几十种 你就选择喜欢的 就把它预览 预览OK之后 就把它套用 你就变成一个展现的版型了 因为它这边土壤很多 它那边下载很久 好 那我们先跳回来 那比如说 你想发表新文章 你就把它按一下 好 那他问你说 这个时间呢 你是不是要马上公布 还是你想先写好 一个礼拜之后再公布 你就把时间设好 那标题叫什么 我们就简单 不浪费时间 我们写个test好了 请这位同学 回去再自己把它删掉 那文章保护方式呢 完全开放 任何人都可以看 那要不要分类 你这个要分类 像吴于夫那样 文章有分类 那个什么政治 漫画 媒体类 全站分类呢 你要不要做个分类 就是别人 别的网友 不用进到你的网站 可以从别的地方 连结过来看 比如说你想 这个放在美食类 人家自己就会 从美食区那边 有个连结 可以连过来看 你要不要插入照片 要的话呢 就从你的相簿里面呢 可以插入照片吗 可以喔 那你这个文章内容呢 他的相簿就在这边 就说他自己 已经有建好网路相簿 因为一个账号可以通用嘛 那有的是他朋友的相簿啦 就是你把 有的朋友相簿跟你互通 有你也可以把朋友的照片 弄进来 这地方我们就先等一下 再来看 不然我们选这一张好了 我点选这张 按确定 好 这边有一个程式叙述 表示会插入一张照片 那内容呢 你就随便打几个字 就是一个test 好 那选择OK之后呢 确定 好 他就帮你送出了 这不是他的 这另外一个 他那个网友的 基本上就是这个步骤 那各位一步一步来 他上面有那个新手教学 反正没有什么懒的啦 就用扫瓜线去照相一样 那重点在哪里 你的内容好不好 内容才是老大嘛 有没有人要看 各位可以看 马上一篇文章出来了 我们有用一张照片 那标题叫test 那在3月13 今天公布的 这个应该是在一个餐厅吧 有一个waiter在 好 那我们知道 如果网友看这篇文章 有兴趣 因为他现在是在编辑模式 自己不能回应 就是说 他如果离开编辑模式之后 别的网友来 要回应要引用 在这边点就可以了 那各位看 时间序列的方式 比如说这边 有人回应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是哪些人回应的 自己不能回应的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两个朋友回应 就是可能是 女孩子里面的 比较那种内心的话 看了之后 我也觉得你有空的时候 要到过去 我曾经熟悉的地方走一走 想想从前的那种感觉 等等 那看到以前的种种 多少的回忆之类的 那种女孩子很感性的那种聊天 所以基本上 没关系 这个 有需要 Pokemon送给各位 没关系 就这样子而已 这样子而已 那其他的那些部落格 基本上操作的模式 跟这个也都一样 那你完成之后 你就 你就要离开了 我们把这个网址抄下来 我们把它关掉 现在就不是用编辑模式 我们就是用一般网友的模式进去了 所以各位 如果说你是一个陌生网友 你来到这位同学的 这个部落格 你会看到这篇文圆文章在这里 然后你可以回应 好 那你可以回应 比如说你随便打几个字 很好 我喜欢 然后名字呢 然后email不留 应该OK 那他为了怕你 怕你用机器的方式来乱 就是他怕有人用机器软体来这边 贴广告 贴留言 所以说你必须做一个人工认证的动作 打住2832这几个字 好 那你按确定 好 各位看到 好 下面就有一篇回应了 刚刚随便我乱写几个字 就有回应在这边了 那如果说今天你另外一个网友 自己在他的部落格写了一篇文章 想要引用他这个照片 要怎么用 你就按这个键 他会就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然后你在你的部落格文章里面 把这个叙述贴进去 那他这边就会通知 某个人引用你一次 但这个动作你要做 你不做他根本不知道 除非他日后乱逛逛道 就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 好 回应有没有 出来了 对不对 很好 我喜欢 就这样子而已 就是部落格 那其他那几个网站 大同小异 我们就是选一个 来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就好 那 这边呢 有今天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 这些步骤之外呢 就不外乎你成立之后 可以上传照片 因为它是跟网络相簿结合 以文明小站为例 然后可以发表新文章 那可以管理 比如说删除一些文章 或把一些文章次序调度 那style整个半型 你从粉红色改成前纸或苹果绿都可以 资料夹管理 让它往往相连 那当然这边我们有几点 部落格 就是因为他的门槛 是在进入门槛 是在太低了 各位嘛 发现很简单嘛 不用花时间在设计网页 安排什么东西 他有个线程版面可以套用 就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他才来你成功 为什么 因为他进入门槛很低 表示什么 大家都可以进入 这样成功就很难 像以前有个人网站时代 个人网站的进入门槛比较高嘛 那有本事玩网站就那几个人 你在什么烂好歹 有些人会来看 那部落格因为进入门槛 实在太低了 所以相对的成功门槛变得很高 都这么简单 那所以几万人都可以进去嘛 每个人都可以去那边写日记贴照片啊 那因此呢 你就要靠内容来胜出 所以这边提到content is king 各位必须记得 就是说 进入门槛就是因为这么低 导致于成功门槛才达得很高 那基本上有四点建议 那这四个建议呢 主要是依据 这个部落格商业化 就是PiraLab这个创始人 Williams他认为 部落格的概念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要频繁更新 要简洁明了 要发挥个性 依据三点特性而来的 第一个要有特殊的风格 第二个要定位清楚 一般的个人部落格都不是综合性的网站 除非说像渝福那种 什么文章都写的 才有办法综合性的网站 一般的话最好是针对一个主题 那风格呢 个人的风格 你要支持泛绿也好 支持泛男也好 就是你要有风格就对了 你要嬉笑怒骂也好 要非常严肃也好 就是有风格 然后引人入胜 要活泼生动 不过这个有讲跟没有 没讲差不多啦 来你体会 想到以前去听一个投资讲座 最后的结论 讲了两个小时 最后的结论是 逢低买进 逢高卖出 浪费两个小时 这一样 总之就是要有风格要定位 因为进入门槛 很低嘛 随便阿猫阿狗 张山李士都可以进去玩部落格 因此呢 你要能胜出 你的内容 一定要赢过别人 好 那部落格要如何宣传推广呢 这边提到几点 第一个要多PO文章 各位 你如果进入那个乌兵小战 他会介绍日本的部落格 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的部落格是什么日本 拜访的人多 他就把你列为热门的部落格 那为什么要拜 你要如何做到拜访的人多呢 一定内容要精彩嘛 对不对 而且要时时更新 很多人认为说 是不是我今天部落格申请好了 有个账号了 就大功告成 错 那不是问题的结束 是问题的开始 好比电视台开播一样 我们今天设备买好 摄影棚弄好了 这个电视台就大功告成吗 错 那只是第一天而已 那你要远远不绝的 为他资讯 然后这个观众才不会跑掉 通道理 你要部落格看 他会介绍一些热门部落格 那都是 无非是人去了很多 人为了让人去了很多 资讯要时时更新 精彩还要更新 如果精彩 只有一篇精彩没有用 要时时更新 那他有这个一些网制排行榜 累积了热门网制 等一下我们再过来看 那 就是说要多发文 你文章时时推陈出新 那内容又精彩 那经常有新的文章出来 自然会有网友来看 那网友来看呢 这个无比小站 这些部落格的入口网站 就会帮你判断说 这是日本网站 因为很多人来嘛 就会列在排行榜前几名 好 那 其他的方式呢 到别的网站 登陆自己的网制 比如说你到搜寻引擎 登陆自己的网制 或是让你的亲朋好友的网制 做个互相连结 或到别人的网制去发表文章 让人家连过来 比如说到别人的网站 去发表评论文章 把别人带过来 所以说一个是在自己站里面 多发文 多经营 第二个呢 勇于推销 不要顾防自赏 到别人去别的地方 像搜寻引擎 登陆自己的blog 那到你的同学朋友 那些跟你合得来的人的blog上面 做个互相连结 发表文章 自然就可以把远远不绝的人 找带进来 那这边有所谓部落格村 跟那个blog的index 这个是blog专用搜寻引擎 那是blog的这个索引 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我们PowerPoint都会提供给各位 上面自然就有连结了 大概下礼拜就可以到网路上下载了 我们一个礼拜会更新一次 这个网站还好了吗 怎么没有回忆 哎呦哎呦还好 各位这是热门网站的排行榜 像刚刚那个弯弯 因为它有175篇文章 然后人家看了就多 这个蔡小书刘小鱼 797篇文章 那它是依据拜访人次来做排行 如果说你精彩 因为实时在更新的话 看了自然就多 那这个blog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专门让你登陆 blog的受讯引擎 你怎么知道 帐山里是开设什么blog 你就要找个地方 去登录 今天你成立一个 讲这个汽车修护的blog 我看过有人做机车修护的 比如说机车要怎么补胎 机车破胎怎么补胎 他就弄个blog 然后把整个步骤都拍成照片 详细都写好 那你就去那边登录 那如果你要仿效 他弄个汽车维修部落格 你弄好之后 也要去那边登录 选好类别 做个简单介绍 人家来这边查找才找得到 否则你弄得再好 不去外边宣传 孤方自赏 帅哥没余在家里边做 也没有人知道 那第二个呢 这边还有个blog的index 这个网站不知道还好不好 因为我白天连连不过去 我们看看可不可以 它也类似一样 它是一个blog的索引网站 就是要尽量把自己的blog推销出去 做个连结 当然要看每人的个性而定 因为如果你说你希望做blog 是做自己一个新生的反应 自我成长的一个记录 那就不需要去推销 自己知道就好 这是blogindex 它有点像这个 有点像一个入口网站一样 把blog呢集中在这里 那可以在那边查找各blog的资讯 它就让你登陆blog了 blog可以登陆在这边 它也是要有个树形的目睹 跟那个树形边目 就大树枝 树干有大树枝 大树枝上有小树枝 小树枝上面有树叶 你这个blog建讨之后 你找个地方把它登陆 找个类别 比如说你登陆在 这个新闻政治类的公众议题 然后以后人家在这边查找 比如按下去 就看到你的blog在这边 就可以很方便的联选进去了 这样blog常曝光 不是说你只是埋头苦干 这些基本动作都没有在做 就是你要在这边登陆 像这边有登陆的有这个什么 撒旦的涂鸦 然后什么 什么MGO 台湾青年部落格 天上山路工作坊等等 英美公司法专栏之类的 就你要去那边登陆 这样人家才知道 好 那 这个是登陆的过程 一样你要去注册个会员账号 不用钱了 输入一些基本资料 然后呢 就选一个你要类别 把它登陆就可以了 等等 那值得一提的是 有两个blog的相关网站 首先第一个是 blog联播网 这个OUINews怎么练 WE 相当于WE 我们 它可以练成WE news 我们把这部分讲 我们再休息一分钟 那最后的还有 大概将近十来分钟 我们再讲Wikipedia 这WE news呢 它是部落格联播网 各位知道 有很多部落格平台嘛 像刚刚的信浪部落格 吴宾小站 还有那个番薯腾乐多网 还有这个什么 什么天空之城啊 还有什么 就是很多人都用 免惠部落格空间 那今天有时候呢 你 比如说我发表文章 在吴宾小站 你在番薯腾乐多网就看不到 同样道理 你在新浪部落格发表文章 我在MSN SPACE就看不到 那它就有个部落格联播网 就是说你把你部落格加进去 那今天呢 不管你是平台是在哪边 只要你有在这边加入 那么网友来都看得到 假设有同学是番薯腾乐多网 我是吴宾小站 有人是MSN SPACE 有人是新浪部落格 我们都来这边把我们部落格登陆 把那内容做连结 那么只要网友来这边 就可以跨平台的看 跨平台的看 这个 不同平台的部落格 只要部落格联播网 当然你要加入了 那当然目前加入的是品质比较好的商业网站 跟一些很有名气的个人网站 那同学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 让各位知道有这个东西 那还有一个部落格专用搜寻运行 好 这个刚刚给各位看那个部落格登陆 它是 你必须 就刚刚我们看到有那个什么部落格村嘛 部落格index 那个是你部落格做好之后去那边建立编目 登陆 好比说图书馆买书进来 在图书馆的书目检索系统有这一笔 那这边讲的部落格搜寻运行呢 这是专门去找部落格内容的搜寻运行 目前只有Google推出这个服务 这叫Google blog search Google的部落格服务 各位知道 目前搜寻运行可以找很多东西嘛 那有时候你是在部落格里面一篇文章 它就找不到 那这个Google的blog search呢 专门针对部落格网站内容去找的 如果你输一个关键字 在这边就可以去检索 使用方法跟Google这个搜寻运行一样 各位 唯一不同的是blog search 而且它现在还被它版 还没正式出来 但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 专门在找部落格文章的 什么人在用这个 公司行号 为什么 过去还没有推出这种 部落格搜寻运行的时候 有一种网路服务 就是帮某个公司 比如说可口可乐 专门去找部落格 有没有人在骂他的 然后你一个月给他一些钱 他就会帮你找 有没有人骂你 那目前有这个服务之后呢 进阶的服务就要收费 因为部落格是在太多了 那一般搜寻运行就找不到嘛 有人拍一张照片说 你这个什么产品里面有虫啊 什么的 有人写文章骂你说什么客服 很呆板啊 很不礼貌什么的 那这个部落格搜寻运行就专门去找那个 把他找出来 公司好像就很安心 不要安心 不能说很安心了 不要安心了 就专门在部落格搜寻运行 各位回去可以试试看 好 这里呢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 那最后我们还有十五分钟 跟各位报告一下Wikipedia 在这边先问一下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互相交流的 哪些地方讲的不仔细 还是说有额外的这个问题 我们欢迎提出 那我们以统一操章为例 你要去检索部落格文章 或图片有提到统一操章的 你就把它按下去 输入统一操章 各位看到 他总共在部落格里面呢 找到489篇部落格的文章 跟统一操章有关 都是部落格的哦 那各位看 这个看他的王子是在MSN的Space Spaces 那我们就是 有的是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来第四个地方看 各位知道 那个部落格里面 有些人会写一些 什么美食的评论啊 对不对 那些人有些是 很自成的在写 有些我总觉得 好像比较用心 在变相广告一样 那各位来看 这就是autoblog 不是刚刚的MSN的Space 那是BlogSpot 就是很多部落格的不同平台 等等 刚才是部落格的文章 部落格的文章 我刚才有一篇 看到一篇在骂LP三三不好喝的 不知道按到哪边去了 那他这个是讲说 那个他去统一超商 哪边得资本事 缴那个停车费 然后好像是 不知道是持交还是怎么样吧 就是成那些纠纷 这跟部落格有关系啊 所以你也去查一下 等等 所以说这个是蛮好用的 等等 好 那接下来时间 我们利用10来分钟介绍的 叫Wikipedia 好 这个Wikipedia是什么东西呢 它中文名字叫 维基百科全书 不是维写那个Crisis 那个维基 维基总统有维基 是维他面的维 基隆的基 那这个各位 我这边写个表情叫 开放编辑的网络百科全书 它算是Blog的表兄弟 百科全书 我们讲最有名是什么 大英百科全书 对不对 我大学时代 离现在快20点 这样一讲 泄露我的年龄了 我大学时代有那个来推销 大英百科全书 那一套四万多块 比摩托车还贵 然后我是有分级 买一套 三十几据册 光三十几据册 还有两册是索引 index 索引就两本很厚 后来有没有看完 不晓得工具书 摆在这个书柜上很壮观 我记得那时候广告单的 广告单上面slogan 广告的数据是什么 把全世界的知识买回家 我记得那时候的广告单上面这样写 把全世界的知识买回家 那传统百科全书有什么缺点 优点当然很多 缺点是什么 各位觉得有什么缺点 第一个 你如果你要查条目他没有 你就没辙 比如说你要查金城武 他总会把金城武写进去 但是在座各位很多人 都很着迷金城武 对不对 比如说你要想查如劲 我不能讲说在座很多人都很迷他 至少说你很多人想了解他 大英百科全书写如劲吗 我们不要讲说影视明星 你想说林海峰 吴清源 说不定都还没有 这些围棋高手 说不定都没有收入 第二个呢 不只是条目没有收入 有些条目他有收入 但是你对他的诠释不满意 台湾 到底是中国一省 还是个独立国家 他有大英百科全书写法 跟你讲的不一样 你不满呢 怎么办 所以说有一个这个开放编辑 网络百科全书出来的 那这个东西呢 它是 也是一样共享模式 跟布洛克一样叫表兄弟 他是1995年创造 但最近这两年才走红 各位也是这两年才听到 那为什么要取名叫Wiki呢 Wiki是夏威夷的土话 是很快速 Quickly的意思 那因为他很快速 可以把这个百科全书的内容 显现出来 现在就叫做这个Wikipedia 那后面的Pedia 是跟百科全书英文 Encyclopedia 一样 就Wikipedia 中文叫做维基百科全书 那他有两种模式 第一个是讨论串的模式 你对于某个人 比如说某个人 弄个陈金峰的条目 你觉得说 对他的讨论串 你有意见 正面反面 你都可以用 刚刚部落格那种回应的方式呢 在下面写一长串的讨论 就跟部落格那个回应一样 你可以留下自己的意见 第二个叫文件模式 你对于他对于陈金峰的诠释不满意 你在写一个陈金峰的版本 刚刚那一个人 对陈金峰是百般推崇 可是换你这个版本 对他非常不满意 认为他装病 这个诈病 不代表我们台湾去打 那个亚洲经典赛的预赛 害我们兵败东京 很不应该等等 你可以写个第二个版本 像这个一些比较正义性的 像李登辉总统 你也可以写些不同的版本 都看得到 那维护很便捷 格式很简单 就跟部落格差不多 连结很方便 超连结嘛 陈金峰里面有提到到齐队 有提到什么蓝牛熊队 你按一下 就到齐队的官方网站 按蓝牛熊 就可以到蓝牛熊官方网站 而且它是一个自动式的 自动式的 那它可以 不会有版面限制 你想写多少字 就可以怎么写 像百货全书 大英百货全书 在什么大本 还是有版面限制嘛 不可能 不可能一个条目 可以解释五百页嘛 可是这个地方知道 你有本领 有这个能耐写五百页 它就能耐写五百页 开放性的 而且可以安插多媒体资讯 不只网站可以连结 可以插图档 插音效档等等 那他这边提到说 Wikipedia跟Blog 都是为这个 在线上生产的这种 网路技术 简单使用 成本很低 那部落格跟Wikipedia 差别在哪里 不可能像是个人英雄主义 一个人写 给很多人看 那Wikipedia呢 大家一起来写 大家一起来看 那这边我们找一个网站来看 那每个人都可以编辑 百科全书的内容 开放多元 而且所有的条目 引流进流 比如说你可以帮少林足球 就多为列一个条目 对不对 也可以帮金城武的最新的电影 如果爱也列一个条目 可是大英百货全书 不可能这样子搞 你也可以帮自己 列一个条目 像候选人 去年年底 那个县市长选举就有些候选 他的幕僚在那边帮他列条目 刘文雄 什么陈建民 但那也没有什么好写 那这边呢 各位这是Wikipedia的一个首页 我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下他的网址 好来 我们先看一下网址 这不然 关掉一些好了 太多了 这个也在我们简报里面 好 他的网址很简单 这三个W 在Wikipedia 打ORG 就这样而已 好 一进去各位吓一跳 完蛋了 没有我们说去中文 好 怎么办 事常有在下面 在下面 中文 中文在这里 那这一题是什么 各位英文的条目有各十百千万算 一百多万条目了 一百多万个条目 那德文呢 三十六万条目 法文二十五万 日文四九万 在我们中文呢 目前好像八万还是六万 我前两天有看过 而且呢 多数人都是中国 到网友的杰作 导致于我们在Wikipedia 我们台湾的立场 岌岌可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陈水扁总统啊 啊 那个什么台独啊 李登辉啊 那些都是被他们全四周的 所以我们这边网友要努力啦 当然因为他们网友不要多啦 他们是我们的好几十倍 那我们求品质啦 好我们求品质 哈哈哈哈 好我们到中文的地方 你玩Wikipedia要注册也可以 不注册也可以 建议你注册 注册的好处是什么 你要编一个条目之后 好 编一个条目之后呢 他会留下你的姓名什么的 如果你没有注册条目呢 就只留下你的网址 你IP有最捨一 目前有将近六万条 五万九千多条 比如说 好 各位我们就找陈金峰好了 在座不打棒球的 应该知道他是谁嘛 好我们打了陈金峰 好那我们进入搜寻 他跟百科全数一样 这个大英百科全数 不可能有写陈金峰啦 那当然你可以跟我说 那庄老师 我用陈金峰做个关键字 去搜寻语行找 不是一样吗 当然可以去搜寻语行找 但问题是搜寻语行找 是要不要临散 对不对 不要乱对有好有不好 但是这个是不要模仿 百科全数的格式 不要整齐 好 嗯 可能还有几秒钟 我们先来这边 再跟各位报告一下 还没出来 好 各位 好 各位记得 那个陈金峰曾经 帮自由时报做过广告 这份百科全数是自由的 我们之前讲到 这个百科全数是自由的 百科全数 他可以讲 陈金峰叫 秦峰秦 1977年10月18日出生 这边都有连结 台湾台南 希拉雅族 然后呢 蓝牛熊 这个都有连结 好 棒球选手 然后各位看到 他有目录 很多记录 基本资料 一些资料 好 跟百科全数一样 好 很多就对了 因为十年有限我们不足以细讲 他参加过什么赛事 这些都还有相关连结 相关页面 相关页面等等 好 那这边还有这个 等一下 如果你要编辑的话 来 你可以看一下编辑本页 我们对这个有意见 好 你要把它按下编辑本页 我们把形式方向开启好了 然后呢 你要看这个历史 就是说过去有哪些人曾经编辑做个条目 他有些历史文件可以在你对比 那同学一定会有个问题 如果有人来二稿怎么办 因为他有个历史可以回复的 比如说今天有人 今天乱三或 口出二言 他可以回复 好 那我们今天先来 当然而且最主要是走这一行的 都是不会去二稿的 因为大家基本上 你今天会上去 不会是为了去二稿去把它乱来的 好 今天你要编辑 这曾经编辑条目要编辑嘛 你对于他这个有意见 好 你需要说英文名教 英文 名字 对 交错 好 好 我们没有乱改 我们只是要写的 保存本页 好 他跟你讲 如果你只是要测速练习 请用他里面一个 那个Sandbox 沙盒 就说你如果是要练习 你不要来这里练习 他是没有一个练习区 你去练习 但我没有练习 我是确实让他写的更好一点而已 好 各位 陈金峰 用名字叫做清风券 好 好 那我们来看历史 修改的历史 上次有一个学生 我出 有一次大学部的同学出作业 Wikipedia 就有一个学生就把我条目写进去 后来我将他拿掉 没有必要 小任务你写在干嘛 而且内容会简单写个两三行 不像说陈金峰这么壮观 对不对 你写给谁看 也不让人去查 好 那因为他在读历史之内 我们顺便来开一个新条目 如果你要开新条目呢 就是到这里来 我这边有个画面 可以跟各位说明一下 好 这个第一个是编辑 像刚刚我们把陈金峰 一个名字改一下 然后保存就可以了 那如果要编新条目呢 你就选那个条目这里 像少林足球 目前没有编嘛 我就弄个 诶 他的歌词是少林功夫好 真的好 然后这个少林足球 是寿星词的电影等等 那以后呢 这边呢 你还可以自己多一些目录 比如说你要再慢慢加 有歌 像这个歌词是我加上去的 因为少林足球本来就有了 只是没有歌词而已 那演员啊 荣获奖像外部连结 这些演员阵容等等 好 那你要注写也可以 不注写也可以 注册有个好处 你的ID 你的昵称 会出现在那个条目那里 不注册 就没有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历史 出来的没有 好 您看哦 是这个吗 各位 3月13号13点47 因为他这个人是美国那边时区 有个211.2218.108这个网址 因为我没有注册嘛 我就没有名字 只有这个IP Address 这个来这边改过 那我们把它点选 比较 比较先前跟先前就是过旧的 当前是目前新的版本的差别 我把它点下去了 有哪些地方被修改过 当然他 如果有人乱改改很离谱 他的网友投票表决 可以把它删掉 各位看哦 好 好 对不对 好 有改的 但是这是寓教于乐 各位不要介意 好 就这么一回事 如果你要弄个新条目呢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你就 就是按条目这里 就可以新开条目了 那就基本上这边一回事 那我们这个节奏下快一点 好 还有几页我们讲完 好 好 那你可以注册啦 不注册也可以啦 像我们刚刚就没有注册 那Wikipedia最大的致命伤在哪里 各位 好处是开放对不对 坏处是什么 各位你用的安心吗 知识还是有权威性的 我们不反对 知识的普及 但是 没有权威性的知识 有时候用的不太安心啦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是什么 他好处是什么 替代管道 陈进峰你去大运牌区 都查得到吗 一般搜索引擎 找的很零碎嘛 像这样好好地把你整理下来 巨细米了 也是有维基百科悬殊嘛 而且他有说什么 开放嘛 你今天你是个棒球迷 你知道什么细节 你可以进去把它 让它更丰富对不对 那好处 好 那这个 比如说你想 它下面有主题喔 它这个地方有主题喔 比如说这刚刚要加入新条目 加入新条目好像就要建账号 如果去修改旧条目不用账号 我重复更正一下 建立新条目好像要账号 那这个没有账号 只能去改变的条目 那他这个Wikipedia 就是说也有那个锁引 除了是收据引擎解锁之外 他也有这种条目式的锁引 等一下我们再过来看 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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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可以引用 可以 但是要注明出处 而且要注明 要有些 就是有的网友是用偷 就是去copy人家的 如果被发现 有网友的反应 他会把你删掉 比如说我这边关于陈吉隆介绍 我是从蓝牛熊网站 全部都把你copy过来 送到大尾超了一千两百字 那如果被人发现 他会把你移掉 好 那这版权属于大家的 那如果各位要引用的时候 你就注明 出处 维基百科全书 把他网址 附在下面 万一出错人家也不会怪你 人家就去怪他 好 那他 等一下给各位看 他下面有主题 跟收据引擎 一样有分很多主题 你除了用 检索方式 你也可以按主题 用那个塑形编幕 一步一步去找 好 比如说你要找台湾电影 然后找到我的美丽与艾愁 这部电影 进去里面可以编辑修改 那他有些约定 就是说基本上 他都假设人性本善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去那做美品 比如去那边二稿 比如对陈琳东布板 去那边安插一句三字经 或是故意把里面数据搞乱 比如说什么产品说明书 电压什么 你故意把它110 不要改成220 害人家电器烧坏 比如说你有一个什么 旧式的这种真空管音墙的维修手册 真空管 又故意把人家篡改 害人家出差错 不好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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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 好 它下面有编幕 各位 下面有很多类 人物类 你可以进去里面看 就是维基百科学书 今天时间非常有限 那简短的跟Blog 跟Wikipedia 跟各位做个介绍 那上面我的Email账号 各位如果有需要 欢迎来跟我联络 那这个简报档 我回去再把它修改一下 错别字改一下 下个礼拜会开放下载 好 好 谢谢各位的参与 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来多多指教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谈 是有关 数位广告 规划的议题 坦白讲喔 数位广告是什么东西 我也搞不清楚 我们不要去定义它 因为如果你定义它 我们就没完没了 我试着去查很多的资料 但是到目前 大概都没有很清楚的定义 不过我们可以从 数位媒体的这个概念 来去想 来想像数位广告 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 那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是有关 台湾的广告市场现状 还有新媒体的发展 另外 让大家了解新消费者 还有因应的 怎么因应策略 那我要 特别要跟各位报告的是有关 跨媒体的广告效应 或者是媒体的交叉 交叉媒体的效应 就是我们今后的广告 要怎么样去规划 才能够发挥它的效用 最主要的今天要跟各位报告是 那因为你们也有一些 网路广告或者网路行销的课程 所以有些东西 我可能只是带过去 让各位看一下就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有关 台湾广告市场的现状 现在广告界服务的请举手 跟广告有关的请举手 是不是有一天下杂志的 有没有来 就是你 都很年轻 我看这照片看不出年龄 因为我想说当主任都很老了 都很年轻 如果我讲错 如果请纠正 但是我是对于 现在的电视的广告 表示意见 所以电视以外的广告 我就不谈 如果我说荒谬的广告买卖 也指电视 全世界的交易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交易 一定是赢或两期 我们今天谈好说 我多少钱买东西 这样就搞定了 然后你就付我钱 我把东西交给你 但是台湾的广告 是今天谈好 所以我们卖你广告 但是明天 我的收视率出来 发现我收视率不够 我还要补它呢 如果到月底还补不够 还要退钱 所以这个是很奇特的广告 那台湾 因为过去老三台的时代 没有去创造一种叫做 预售的制度 电视广告 或者其他大部分的广告 事实上都是有时间性的 这叫做时间商品 过了这个时间 特别是电视 或者是广播的广告 就像飞机票 就像餐厅的座位一样 过了就没有了 你能不能把它储存起来 不可能 所以这种时间商品呢 通常都要预购 预售 或者是预购 这是一种保障 但是过去老三台不玩这个 为什么 你们想为什么老三台不做这种游戏 对 因为那时候是卖方市场 你要买我广告 对不起 你如果要上八点档 对不起 送点额外的东西给我 就像以前我们买汽车 育龙的汽车 我急着要 因为过年到了 要买一部新车 可以 红包拿来 我就先交车 把没有红包的放在过年后再交 所以以前因为是一种 叫做需要大于供应的年代 所以他们就不去做这种事情 太好赚了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整个市场改变了 现在是功过于求 媒体太多了 你现在想要去进行这个制度 都已经来不及 而且所有的业务员 都已经习惯那样的操作 你现在要把它改 他们都会受不了 以前叫吃香喝辣 现在不能叫他们 我们台湾就是 嘎菜薄菌 不可能叫他们吃萝卜干 所以在这种环境底下 今天台湾的整个市场改变了 我们的广告制度变不过来 所以我们做电视的 卖电视广告的 只有无疑问长天 我刚刚要出门 最后一份公文 就是我们今天的 昨天的 昨天的广告的收入 我们现在一共有三个台 广告收入很不好意思 都不到六百万 三个台 一天啊 那日子都不知道怎么熬 各位你知道一个电视台 一个月薪水起码有四千万 那还要叫其他的 那你一个月 只有那么一天 如果这么一点点的广告费 怎么过日子 所以单靠广告 不可能去支撑一家电视台 包括卫星电视台 像三立TVS都一样 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去 是因为他们还有版权收入 他们可以像有线电视系统收版权费 所以还多一笔收入 比方说像 像三立 他每年可以从 有线电视系统收六到七亿的 新台币 所以再加上广告收入 所以他们可以赚钱 八大可以赚钱 TVS可以赚钱 韋来可以赚钱 中天现在也开始赚钱 但是 所谓的无线电视台 各位知道 华视去年亏多少吗 蛤 知道 那么少 都比这个要乘两倍以上 华视如此 台视也一样 中视也差不多 那民视是因为有两个频道 那加上民视很早就去做 所谓多元的营运 我们不只是卖广告 我们还做做 我们还卖保养品 各位知道Bemore吗 知道非来训吗 我们还做很多其他公众官的活动 我们还开补习班 我就是负责补习班的头头 我们有演员训练班 我们以前还有两年办 这种人才影音训练的培训 就是跟政府拿很多标案 所以勉勉强强 还能够赚点小钱 所以各位就知道说 现在整个的台湾市场 其实是 很不合理 就是台湾的广告制度 造成整个台湾的媒体的市场的不健全 那这是过去留下来的 一直没有改 那 目前这种广告制度 其实代理商 也叫 叫穷 这很奇怪 代理商说他们也没有赚到钱 那广告组也觉得说他们也得到好处 那电视台也没有得到好处 消费者也没有得到好处 消费者每天看那些广告 看久了也没有什么好看 大家都不好 那就变成媒体是成为社会乱源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看 所以媒体 为什么是台湾乱源的市场结构 电视媒体 有关的人 包括这么多 经营者 员工 股东 观众 广告代理商 广告组 公益商 政府 收视率 调查机构 以前叫ACNielsen 现在叫做什么 NGB Nielsen 传播教育机构 都是 所以你今天骂媒体 这么多人都要骂进去 有一次我在某一个学校 参加一个座谈会 座谈会之前 在一个贵宾室 某系的系主任 就要讨好我 他说我都不看三台 我们都不看三台 三台节目好烂喔 那我说 很抱歉喔 你都不看三台 那你怎么知道三台烂啊 那我的意思 我的心里在想说 你怎么有资格骂三台 你是传播教育者 传播教育者 是最没有资格骂媒体的人 因为都是他学生 都是他教出来的 所以你们 如果发现有人在骂媒体 你去看看他属于这些人 如果这些人 你说那你自己在骂自己喔 不能够把所有罪过 都推给我们电视台 不能够把所有罪过的 都推给我们老板 那都不公平 因为今天一个社会 现象的产生 其实有太多因素 那这个告诉各位 媒体的利害关系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的台湾广告商 是根据收视率的百分点 来买广告 就是我刚刚讲的 说今天的电视播出去以后 明天收视率如果不够 那你要拿点数来陪我 你陪明天的也好 陪什么时候都没有关系 一定要补够 我才付钱 补不够 我扣钱 所以是一个 不是很好的制度 那美国跟日本的电视广告 包括香港也是一样 他们有预售制度 像飞机票 我说飞机票旅馆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健全的 广告制度 我有一年去日本参观 日本最大的 广告公司叫什么 日本电通 他们有一栋大楼 57层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参观完之后 他们还有一个广告博物馆 参观完之后 我有最大的感触是 我说这个才是叫做跨媒体经营 广告公司是跨媒体 因为他收广告组的钱 然后在不同的媒体上面 去操作经营 跨媒体经营者 是真正成功的典范 以前我们会觉得说 我电视不得了 现在你发现说 你跟广告公司比起来算什么 那这几年你会发现说 跟制作公司比起来 你电视台又是怎么样 以前 台湾的无线电视台 你只要是能够当上他董事长 当上尤其是总经理 就相当于部长级 或者是次长级的位阶 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遵从的位置 但现在 谁都可以当电视台老板 你只要有钱 你就开个卫星电视台 你也是电视台老板 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那因为过去的原因 所以我们就造成说 我们的广告制度 是有问题 整个制度有点我刚刚讲 大家都不赚钱 另外一个是我们节目的 制作的生产制度也有问题 美国的电视节目 如果要进无线电视网 我看过的资料说 他一年可能有一两千个提案给他们 然后他们从中间挑两百步 然后再筛选 筛选到最后 才请人来做presentation 才从中间挑一个两个几个而已 而且他们不只是要好的剧本 要有好的卡司 要有广告商的支持 就是说我要准备在美国三大电视网 现在四大电视网播映的节目 是必须带广告进来的 你才可能有机会 但是过去的台湾的电视节目制作人 只要抱紧一个人的大腿 或是两个人大腿 就可以吃香喝辣 他特别是抱紧总经理 或者是说节目部的经理 他就很好过日子 他才不管你广告 但那个时代已经过了 所以是过去 但是问题是时代过去 这种制度可能 还残留在这个社会里面 还残留在这个市场里面 所以台湾今天 这个市场结构没有改变以前 大概整个媒体的生态也不可能改 那最根本原因就是那个广告制度 所以今天各位来看 来学数位广告 或者说数位媒体的广告 我们不要用数位广告这个名词 用数位媒体的广告 我们怎么样来改变 或者说来颠覆这个 传统媒体 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有位民进党的文宣部的 有没有来 没有来 因为我就是说 我最近也跟一些人在谈 民进党制政府 最近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舆情汇报 每天早上一大早 就要找几相关人员 然后来讨论说今天这个报纸 或者是昨天的电视 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应 我说他那么辛苦 显然太不了解媒体的生态 根本不要管他就没事了 像今天 像我最近这两天 我刚刚还碰到一个朋友 我们公司的司机 他送我去纽约 纽约参加一个新闻局办的记者招待会 他就一路上就跟我讲说 怎么那么笨 319你管他吵 你不要甩他就没事了 我也这么想 我说干嘛 你这个王姓南还跳出来 谁也跳出来 你让他吵嘛 吵有什么关系 而且现在媒体分众非常厉害 不看了还是不看 不知道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还是不知道 这媒体现在已经改变 但是有人改变不过来 还以为现在的生态 这个媒体不得了 还以为说 现在这个媒体的总经理 就是以前的部长 所以要善待他们 整个市场在改变 我们来看广告代理商也在改变 过去只有一个广告代理商 这个广告代理商要做很多事情 包括拍广告片 包括设计文稿等等 但是后来就分啊 拍广告片也专门拍广告片 美工的可能有的人 也包给外面做了 那现在呢 媒体购买 大家也集资起来 干脆就弄一个媒体购买公司 所以现在谁最大 媒体购买公司最大 所以过去那些 很有名的广告代理商 像国华啦 像这个联广啊 他们相对的 就没有过去那种气势 他们也在改变 就是媒体在改变 广告商也在改变 市场也正在演化当中 那碰到数位媒体 它会怎么变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说 我们媒体为了生存 民事也开始做广告啊 我们自己 像过去两年 我们等于是一个媒体购买公司 我们从政府标了一个大案子来 然后就分给天下杂志一点 分给这个广播电台一点 分给这个东森一点 分给三立一点 我们在发稿啊 我们也是公关公司 我们帮人家开记者搭带会 我们也是办活动的公司 我们帮这个游乐场 去做很多活动 我们把脚伸进公关领域 那广告公司当然也不可能 坐在那边让你入侵啊 所以广告公司 现在他们也开始诟病制作公司 广告公司自己要做节目 这个就是整个市场在改变 那这个是最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汇流 我想各位听过这个 郑教授 迪唐克雷的演讲就是 汇流产生 产业之间在不断的演变 产业之间的界限模糊 那现在我们来看 去年台湾广告市场 去年的广告市场 对不起啊 这个是我们业务部给我的 所以我没有打出 从哪里找到 2005年整体市场广告量是 530亿新台币 各位看一下 最主要要给各位看是衰退 台湾广告量在衰退 那么2500亿 五道媒体广告量相比 无线电视下滑 衰退15% 无线电 反正你们这边没有无线电视业 有没有其他 有没有无线电视业的 好像都没有 最后一个 无线电视业对这个课程 可能也不太感兴趣了 传统 都活在传统里面 所以很少来 其实整个无线电视业 我的了解 他们现在操作的 操作的手法 都还是沿用过去的方法 我们的广告 号称定价10秒钟 33300打包子 但是实际能够收到一点 能够收个3000、5000 都是Omitobel的好价钱 其实无线电视的广告价格 跟有线电视越来越接近 有线电视市场逐渐保和情况下 广量减少8.3% 一个是15% 那广播下滑2.92% 但是杂志跟其他的广告呢 反而成长 这是台湾的广告的现象 那么这个部分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这些衰退的原因 当然是台湾整体的经济因素有关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媒体太多 电视媒体太多 当电视媒体太多的时候 它的广告消息相对减低 广告组就不想在这地方再玩 另外一个原因是网路广告兴起 那这个是一张图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有无线电视的量 从过去的 五千六 应该这个是什么 这个单位是什么 五千… 五千六百九十万吗 应该是这样子 10万、10万、百万、千万、一、十万、五十万 五十六亿 应该是什么 五十六亿 不只吧 我现在五十六亿喔 好可憐 56億真的很可憐 我們當年要申請民視執照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的研究是 一年台灣的電視廣告有150億 那時候我們算一算說 我只要能夠拿15% 民視就會活下去 在台灣 其實我從2002年 才正式的對於媒體的一些現象 來進行觀察 我在大學的時候是念歷史的 那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是念大眾傳播裡面的公共關係 那過去對於台灣的媒體來講 當然在台灣的人 每個人都浸泡在電視裡面 整天大家都跟電視兒童一樣 每天就是在看電視 那台灣從這個報禁啦 那整個解放以後 那再加上有線電視 Cable的這個成立 其實台灣的這個媒體可以說的發展 是非常的蓬勃的 但是有這麼蓬勃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想要來看看的就是 到底台灣的媒體 對於台灣整個的社會來講 它造成的是一種正價值 還是一種負價值 那所以這也是我這幾年 我們長期在觀察媒體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現在以廣電基金來講 那我們非常專長的在做新聞研究 我們大概從每天早上的六點 那一直會測錄所有的新聞台的這個節目 一直測錄到晚上十二點 那針對一些重點事件 比如說像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針對了 呃陳勝宏跟潘燕飛的這個緋聞 那還有捧恰恰的這個呃光碟 尼敏燃的自殺 那有非常多的案件呢 我們都做了一些的呃量化 以及質化的一個分析 那其實不只在這個去年 我們過去也做了非常多像 包括呃促使蘋果日報 那他我想各位 那我有很多同學 都是男生 那那個他們其實就過去的時候 一直不停的跟我抗議 因為他們說 他們那時候每天早上 最期待的就是買一份蘋果日報 在火車上看 或在什麼地方看 然後蘋果日報 就可以看到那種勾旗版啊 或者是那個什麼呃萬象版啊 就有很多清涼妹妹的照片啊 然後看了以後 晚上就知道說 該去哪一家店找什麼妹妹了 我那些同學都是不好的示範 那是後來自從這個呃 我們找了一群婦女團體 然後跟蘋果日報做 做一些的溝通以後 那蘋果日報一開始當然不理我啦 他想說奇怪 你們這些女人有什麼用 那這個是為了廣大的男性同胞 要謀取福利 所以他們還是堅持他們的立場 但是呢 後來我們覺得跟蘋果日報的一個溝通呢 其實是沒有價值的 那呃 後來我們想說 呃 如果說真的對於媒體哈 要有一一點點的約束力的話 可能我們必須要對於媒體的心態 那以及媒體的身材的方式 那以及這個 因為你講形象是沒用 蘋果的形象大家都知道 後來呢 我們就從兒少法當中找了一些相關的法條 那我們也知道兒少法當中啊 它是規定 因為現在沒有出版法 所以你對平面的媒體跟電子媒體是完全不一樣 平面媒體的話 沒有出版法的一個限制 那所以你能夠做的呢 只是用兒少法 那去約束他們 兒少法它是說到怎樣 它的五十幾條跟三十幾條 它有兩個地方講到 他說你不能夠販賣 讓這個青少年 所謂青少年是十八歲以下 他可以拿到有讓他可以足以影響他的身心發展的東西 所以我們是利用了這個部分 那去跟當時我們對於蘋果的了解是蘋果就算是到了現在 那蘋果它的這個長期的訂戶還是沒有比散戶多 也就是說多半的這個一般的民眾他在購買蘋果日報的時候他不是訂 因為可能他覺得這訂蘋果日報在這一棟樓裡面 如果他的大廈裡面訂了蘋果日報可能會影響他的生育 所以通常蘋果日報都是用買的而不是用訂的 那所以你了解了他的這個特性之後 那所以我們就去跟7-11跟全家莱爾夫那跟OK便利商店 那我們派了這個富裕界可以說非常凶悍的幾個團體 包括例行基金會兒福聯盟這幾個很凶悍的團體 那跑去跟7-11跟這OK便利商店 莱爾夫全家去溝通 說你要看看哦 我們大家都決定了 這個我們這些女生都決定了 你如果再賣蘋果日報 因為那時候蘋果日報都是堆在那個蘋果日報剛開 剛來台灣的時候他都堆在門口 你每一天就一大堆在那邊 我們就跟他講說哈 那個蘋果日報 第一個你如果要賣蘋果日報的話 你們請考慮把他用包的包起來 增加他的包裝的費用 他的行銷的成本就會提高 那如果說你不肯的話 那好 那我們就發動一些無聊的媽媽 我們就一天發動個30個50個 發動個150個200個 這個我們大概還有辦法 我們就去買 買完了以後 我們就依據那個發票去檢舉 那一張發票 大概可以檢舉3000到5萬塊錢不等 那依照這個到時候裁量的一個情況 所以呢 後來7-11 在我們強大的壓力之下 他終於寫了一封信給蘋果 因為我們跟蘋果講沒用 那他寫了一封信給蘋果 說考慮蘋果 因為他跟蘋果有簽約 所以他不能夠進行下架 所以他只能夠 提醒蘋果說你是不是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你的這些的內容 後來蘋果就是在 我們這些婦女團體 以及 這些通路商的強力要求之下 我覺得其實是通路商啦 因為他到時候他沒得賣的話 我們他才不甩咧 就想說這些 這些女生這不足矩 那矩的還是他如果沒有市場賣不出去的話 這是他最怕的 後來呢 我們跟他交涉了大概 兩個月之後 那這個版面到目前為止 你都沒有看到 然後在當時呢 我們也 我們也知道說 他們就把那個什麼國際萬象啦 勾旗啦 那一版整版撤掉 所有的人裁員 所以我們也覺得對對那些被裁員的人 覺得很抱歉啊 那其實 我一開始的時候就提到這個媒體倡議 那其實倡議 因為廣東基金 大家也知道是一個NGO 那什麼是NGO 就是不是政府的一些的民間組織 我們是財團法人 雖然立法委員覺得我們是政府的組織 可是我們覺得我們是NGO 而且我現在也在政大念的是NGO NPO 又是非盈利 又是非政府組織 那根據彼得杜拉克 他在大概1980年的時候 他曾經寫過一本書 他說這個未來的這個企業要發展的時候 那很重要的就是企業可能 盈利事業PO是為了賺錢 非盈利的話就是要賺人心 賺那個價值 賺那個靈魂 所以呢 既然我們在這個PO NPO裡面在做事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怎麼樣讓在PO的這群人們能夠了解到 那其實價值跟靈魂是很重要的 那不是物質上面的價值 心靈上面的價值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是我簡單大概講一下廣內基金我們在這個過去的時候對蘋果日報我們曾經做過的一些事情 當然很多人還是問我說蘋果日報我現在覺得怎麼樣 蘋果日報還是很糟糕 因為我們整天還是可以在報紙啊頭版上面看到的是屍體啊 然後裸體 我以前常笑那個蘋果日報是二體報 裸體加屍體二體報 後來就那個小台他們就用走了 因為你每一天那時候看到都是清涼照片 再不然就是屍體的照片 到目前為止還是這個樣子 你常常可以在頭版上面看到的是那個血肉橫沉的 然後馬賽克打得很薄的那些照片 其實看了以後你會覺得蠻難過的 不是說你生理上面反映的難過 而是說你的心情真的會覺得很不好 那呃我們在這個呃過去 其實我們也一直不停的在對蘋果日報 對蘋果日報本身 那甚至於說對內政部也都有一些的這個檢舉函 或者是希望蘋果日報改正的這些信函 那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出版法的關係 尤其是在這個部分你很難去界定 所以到目前為止這個部分都還沒有解決 但是呢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今年啊今天才3月20號 今年1月到3月 因為報紙頭版刊登的新聞已經造成兩個人自殺 一個是呃蘋果日報在1月跟中時 我不曉得這邊有沒有中時的學章姐啊 跟中時他們那個時候有刊登一則新聞 捷運有一個大學生 那跑去偷摸人家一把 那結果摸了人家一把以後 那那當然這是在訴訟當中的案件 那可是報紙把它寫得非常嚴重 說他可能會被關三年或到七年 那這個大學生呢想想那完蛋了嘛 那我一輩子就毀了 那所以他就覺得說那他這樣活不下去 他就真的去死 他也真的死了 還有第二個就是3月初的時候發生的 台中的那個張老師 他在那個禮拜天事件是禮拜天的時候被爆出來的 禮拜天的下午的時候有記者已經找上他了 包括電子媒體跟平面媒體都已經找上他了 那他當時他就說你們千萬不能報 他說你們報這則新聞 如果說讓外界看到了我的話 那我真的就要死給你們看 他說我真的會去死 那當天呢 東森其實就爆出了這則的新聞 但是東森做了馬賽克 那有一點的處理 雖然說明眼人 尤其是他周遭的人一定還是看得出來 但至少他沒有把他的照片 沒有把他的相關的人事物 甚至於有拍人 但是人講話的時候 那個是拍那個學校的校長 那但是他沒有露出他的臉 那在蘋果日報隔天呢 他在第二版裡面看了這個老師的照片 沒有打馬賽克 看了那個女孩子的照片 打了很薄的馬賽克 你幾乎看得到 然後甚至於他的對話 他過去做什麼事情 然後他念什麼學校全部看出來 所以那個老師當天下午就真的去死了 而且是上吊 所以當然媒體可能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我們其實都在媒體這個圈子裡面 我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前幾年 我曾經有一次上大花新聞的時候 然後鄭弘宇就問我說 他說你知不知道他那個很樂的時候 我也覺得有什麼問題要問我很樂嗎 他說你知不知道 他說最近有個 那時候好像是1111104銀行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那民意調查是說 他說你覺得什麼行業 讓你的工作上面你覺得最驕傲 就是一個工作尊容感的一個調查 就前面幾名當然就是什麼 什麼大學校長 教授 這個就很正常的 那個最前面的那個 當然是好像當大學校長 教授 那當然是很值得驕傲的事情 但是呢 從總共只有40個不同的職業別 40名很抱歉 是妓女跟性產業工作者 39名是妓者 所以 所以那時候鄭弘宇就講他說 哇 那我們就是一堆的肩負淫婦 住在這邊在講話 那個真的是 你短短的 我記得我 我剛剛講了 我大概十多年前 開始念大陸傳播 一直到現在 我我當時我要選大陸傳播的時候 大陸傳播已經不是很好的行業 可是至少我覺得還總是一個非常新奇 值得讓你去追尋 而且這個前面有非常多的劣勢 而且他們的這個這個 事蹟是可歌可泣的 當然是值得我就花一輩子的時間 然後我 好 念完回來做了電視也做了廣播 後來我發現現在完了 現在念媒體的人或念大陸傳播的人 我們簡直是 過街老鼠 然後很多 我有很多記者朋友 現在同學 還有記者 現在我們的這個社會地位大幅的滑落 那那個甚至於他的小孩出去都不敢跟人家講說 他爸爸媽媽是記者 那你就可以想這短短的十年之內 為什麼這個行業 他的工作應該要有的這個尊嚴會滑落這麼多 實在是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應該要來好好的去思考一下的 這個這個問題是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問題 好 那今天呢 其實我們講到倡議 倡議其實 媒體講倡議 可能 大家就覺得媒體是一個不但眾生喧嘩 而且媒體記者是無緬亡啊 他高興怎麼報就怎麼報 還需要怎麼倡議啊 那過去在講倡議的多半是在講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 他們常常提到很多的倡議的東西 所以呢 我今天就先把在很多的不同領域當中的倡議 那其實這些的倡議 我在後面 我其實我看到這些的案例的時候 我赫然發現 其實當時發動的這些人 他們原來很多都是記者出身 所以記者他在我們的工作的這個這個血液裡面 我們是應該是有一些正義感 應該是很有正義感的 然後應該也是很有責任感跟道德感的 怎麼搞得到今天來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尤其是我覺得最丟臉的是 我常去學校監課或演講 那我常遇到那種大學生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你看你看現在媒體這麼亂 那那個這麼爛 那你還會建議我們要未來走媒體這一行嗎 我說我真的是大災問 那我雖然說這個心裡面有百般的猶疑 但是我還是很鎮定的告訴他說 要一定要進入這個行業 一定要進入這個行業 真的 其實我也我也不是欺騙他們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個行業是一個 非常值得奉獻一輩子的行業 雖然說過去我們 這個行業是十分之軟的 陣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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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